为了争夺全国高中联赛的名模,白富士必须立刻老对手花田高中,没想到在积极备战的时候,队长腾田杨子却意外受伤了,妈妈看到女儿都破响了,决定明天去和学校说说,让女儿减少在体育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因为七月就要高考了,专注学业才是当下最重要的,而杨子却很喜欢打排球,他作为白富士排球队的队长,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撂挑子不干。 为了应对明天和花田高中的比赛,杨子提前来到体育馆嘉练,他希望参加明天的预选赛决赛,没想到大家已经知道了他的伤情,看到惠美突然哭泣,作为队长的他赶紧过来询问情况,这才得知是新队员将自己的伤情告诉给了大家,没想到就在这时,队伍水木梁子跑进来通知杨子去一趟会客室,杨子的妈妈提出让女儿退出球队,而班主任也认同这一点,因为杨子的语文成绩下滑了两分,如果因为打排球耽误了学业,那对学校来说也是不小的损失, 杨子妈妈觉得有理,这让排球不长苦恼不已,没想到偷听到的蠢子进来,你满分只差两分,又不知道大惊小怪的,什么话? 虽然杨子很努力的在艰苦训练,但他的伤情依旧影响很大,罗眼确实非常影响自己的发挥,杨子提前结束训练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遇到了自己的青梅竹马,男人知道杨子受伤,特意带着他来海边放松心情,杨子确实心情明朗了很多,男人无意间的话让杨子想到了一件事情,如果靠声音能不能接起留心感愿呢? 他立刻就打算去试一试效果,而蠢子的叔叔家接到送货订单,他就打算帮忙去一下,回返的时候就在附近的公园里,看到队长在蒙着双眼练习接排球,蠢子立刻好奇,你在干什么,靠耳朵接球? 蠢子提出帮队长练几个球,队长让蠢子传球,没想到效果还挺好的,蠢子的传球队长通过耳朵变身,没想到真的全接了起来,这给杨子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第二天东京的高中预选赛决赛开始,由白富士和花田高中队争夺冠军,双方都想拿下参加全国高中联赛的名模,使其性子以螺旋飞球进攻,被对手截球后二传传出高球,南乡大喊一声游动掩护,白富士赶紧按预定方案做准备, 但拦极战术失效了,游动掩护竟然升级了,小鹿唇子他们意识到对手也是有备而来,这注定是一场硬仗,两队打得很胶着,并没有哪方以占据绝对优势,白富士的新进队员猜测对手要放绝招了,只见南乡小熊站定将刘星短月打出,由于球路诡辩梨花并没有接起,队长杨子充满了担忧,南乡专挑白富士的薄弱处进攻,自然是专门研究过老对手的,南乡套着刘星短月一招先吃遍体,这样 下去白富士队怕是又要有恨,白富士的防守支点完全被击穿了,队长杨子可有些坐不住,考虑到场上完全落了下风,杨子又很坚持,眼睛也消肿了,教练最终同意,立刻向裁判示意换人,把顶替杨子位置的美智给替换了下来,南乡立刻盯住了队长腾田杨子那个队长看到球路变化立刻闭眼,根据声波与经验判断接起了排球,落到阿亚子镇,纯子立刻跳起扣了对方的措手不及,队长的能力让白富士队提振了事情,反观南 南乡小熊却是一脸难以置信,这回轮到淳子得意了,淳子发球跳起就是一个旋转日月,立即拿下一分,场上球员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眼睛的受伤,反而令队长杨子长足够了,比赛已经没有悬念,好的队长就是球队的精神致点,南乡小熊的流星感越不能连续打出,极大的克制了他的发挥,场上的变故让这位花田队长始料不及,最后淳子靠晴空霹零终结了比赛,白富士以绝对优势战胜了老对手花田高中队,拿到了通往全国高中联 现在的门票,让小鹿淳子和众队友们喜极而起,书店里,女孩正在拿起一本书翻看,却发现几个学生,把书偷偷藏进了包里,女孩当即就想过去制止,却被一个男生拉住,还直接把他拉到了书店外边,并劝女孩这种闲事少管为妙,坏人坏事就该管,以后请你不要再拉住我,男孩顿时有些佩服女孩的正义感,他正准备离开时却发现,女孩的校灰掉在了地上,林木美智子原先是白富士的主攻手,小鹿淳子的到来挤掉了他正式队员的位 为了能够再次成为队内的主,他训练得非常刻苦,但即便做到这一步,却依然难以撼动纯子的位置,白富士取得了参加全国高中联赛的资格,大家都在积极备战,为剑指全国冠军的目标而努力,随着纯子的比赛经验越来越多,他已然成长为队内的王牌主力,美智深感俩人的差距是越拉越大,今天在跑步训练的时候,美智忽然发现那个男生在校门口等他,他把校会别好,对男生表达了谢意,在闲谈时美智才知道男孩叫秀男,就这样 秀男和美智子成了好朋友,秀男每次放学后来见美智,都能看见他一个人辛苦训练的样子,虽然在球队依旧是后部,但他始终都没放弃追赶正视队员的步伐,每次得到教练的赞许就是他最大的收获,队友还打去有了喜欢的人球技都变高了,然而转折很快发生,队伍两子宣布这个星期天备战练情,全体队员都要参加,如无意外美智会在全国高中联赛的名单中,却没想到永景秀男在逛书店的时候,再次发现几个学生鬼鬼祟祟准 准备偷书,决心改变自己的他犹豫再三决定上前制止,不成想书店老板及时发现了异常,几个偷书的学生转身就跑,于是手里拿着书的秀男直接被冤枉,老板当即就把他送到了派出所,这边美智刚准备去参加星期天的训练,就听到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到上次那个公园里来,我有话跟你说,还没等美智解释他就挂断了电话,在路边等车的美智一阵纠结,还是觉得学校的训练更为重要,他准备下次见面再和秀男解释,但是刚赶 到学校就被队友围住,美智的内心忽然咯噔一下,瞬间想起了早上那个电话,他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通过和秀男的相处美智很喜欢他,美智一下子陷入了迟疑中,但是他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不顾队员的劝阻赶往了约定的地点,性子他们脸上挂满的担忧,拥紧秀男受到冤枉被当成盗窃团伙的一份子叫他有口难辩, 他在等待着美智子,在美智子一路狂奔向目的地的时候,秀男觉得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往美智家里打了个电话得知他不在时,秀男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美智子好不容易才赶到这个公园,但是心仪的那个男孩已经离去了,美智的内心很难过,因为在秀男需要他的时候没能给到帮助,而在对内的训练中,美智也失去了以前的积极性,队伍跑进来告诉教练会科室有人找美智,你就是美智子吧,听到秀男离家出走的消息,美智有些震惊,秀男的妈妈拿出了一封儿子� 美智写给他的信,美智打开信封指尖上面写着,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再见 美智流着眼泪表示自己也不清楚他去哪儿了,美智的目光再次移到桌子上的信,就知道秀男肯定误会了自己,更为糟糕的是全国高中联赛的比赛名单没他,队长和大家请愿让他入学 看他进后的表现了 教练再一次给大家出了个难题,带到教练离开淳子首先反应了过来,看教练的意思只要恢复状态,美智就能进名单 第二天信子和阿亚子把美智给拉了过来,要让他跟竞争对手淳子来一场较量,一场特别的扣球比赛拉开了帷幕 你可不要太使劲了啊 今天的目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让美智赢,但队友的夸赞并没有让他有多开心,因为自己和淳子的差距很大 我们觉得你自己离不开排球,离不开 听到水木梁子的话,美智子缓缓俯下身拾起排球,想到队友们对自己的这份关心,他差点就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 美智及时的调整了过来,他热爱排球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放弃 队长,给我传球 这个意外的结果让大家都露出了笑颜 面对队长的传球,美智终于发挥出了最佳状态 他又恢复了刻苦努力的样子,排球对伙伴们温暖的友情,使美智重新振作起来了 本以为和美智无缘的秀男某一天收到了这封信 让正处在人生低谷的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这天白富士队正在跑步训练 队伍中的美智再次看见了秀男的身影 我要重新开始,头书都会弄清楚了,以后我要好好努力了 离全国高中联赛的日子可是越来越近了 白富士排球队在积极备战 大家原以为明天周末还得加练 没想到队伍水木梁子却给了一个惊喜 这可实在是太意外了 一群人回到更衣室 杏子就邀请淳子明天去玩摩托铁 并说秋吉先生缠着表哥说了好几回了 就是巴掌岛见过的那位 但是淳子却婉拒了 虽然队内放假一天 但他可没有心思去玩 因为有更远大的目标在等待着淳子 早上跑步回来后 叔叔就让他去送个货 而湘南的镰仓淳子并不陌生 因为他来这里找过妈妈的故具 淳子乘车穿过隧道 来到了度假圣地豆子海滨 这样的景色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淳子对照收获人地址 找到了目标房间号 但看到是自己父亲时 淳子可真是吓了一跳 随即就是巨大的喜悦 看来气色不错 随后才搞明白 这是淳子的叔叔给安排的 淳子的妈妈不在身边 平时训练也很辛苦 父女俩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为了方便他们联络感情 淳子叔叔婶婶才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淳子的父亲一路讲解 镰仓这个好地方 妈妈过去住过是吗 女儿的话让信太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十几年前他曾和淳子的妈妈在这里度假 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淳子心里暗自奇怪 爸爸好像对这一代很熟的样子 您怎么了 没 姓太郎提出想和女儿去钓个鱼 淳子却想在这里跑几圈锻炼一下 随后他就进入了训练状态 在学校的排球部长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是小野明子刚回日本想见见淳子 宿水大造了解了一番后 把淳子在豆子海滨玩的事情告诉给了他 豆子海滨 另一边淳子跑步经过海滩时 发现姓子邀请他玩的地方正是这里 秋吉先生 淳子想离开却被秋吉拉着 非要带他体验自己的摩托艇 飞艇及时在海面上 淳子觉得确实很有意思 就在他得意洋洋间 没想到被埋伏在船舱的姓子他们全给听到了 还拉着音响放起了音乐 秋吉顿时尴尬坏了 姓子的表哥对老友一顿数目 在秋吉尴尬而不施礼貌的解释下 被杨一和姓子几个人给逼到了海 把几个人都笑翻了 甚至连吃饭的地方也选最贵的 必须好好惩罚这个见色望有的家伙 忽然瞥见小山老师出现在了这里 小山老师 淳子赶紧跑了出来 两个人一番闲聊间 又撞见南湘小熊在这边练车 南湘仔细打亮眼前这个女人 忽然发现小鹿淳子和他很相像 这让南湘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打了个招呼离去后 很快淳子也猛了 淳子的心中难掩震惊 小山老师带他来的地方 正是父亲带他来过的地方 而且他们俩像他介绍风景用的词句 简直一模一样 俩人在下山的时候 遇到南湘小熊爬台阶训练 甚至还是负重状态 南湘和小野明子打过招呼后 跑上来就对淳子撂狠话 两个对手惺惺相惜一番后 南湘忽然说道 是你妈妈 母你俩都要相像的地方 眼就看出来了 南湘的话更加重了淳子的怀疑 为什么那么巧合 他和爸爸都熟悉那些地方 自己的妈妈一到冬天眼睛就不行了 而小山老师好像也是夏天才来日本 于是一种推论在淳子的心里扎根了 而后他瞬间想到了一个验证的方法 那就是让在钓鱼的老爹和小山老师见个面 淳子的计谋能成功吗 淳子赶紧追上小山老师 让其去见见自己的父亲 说自己的老爸正在附近钓鱼 女人难掩心中的震惊 他的神情变化淳子都看在眼里 他随即就想拒绝 淳子却已给曾自己治好脚伤为由 必须让老爸好好谢谢你 看着女儿远去的身影 名字心绪复杂 他没想到姓太郎也在这个地方 姓太郎刚要和女儿夸耀自己钓的鱼 就被淳子拉着让他去见一个人 淳子信匆匆来到目的地 却发现小山老师好像已经离开了 淳子找了好几处 但还是不见小山老师的身影 姓太郎等了一会儿 眼见女儿还没过来 就想看看女儿干嘛去了 在姓太郎东张西望间 没想到刚好撞上明子 两个人就这样隔空相望 自从淳子两岁时明子离开 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一时之间 姓太郎也不知道该和曾经的妻子说些什么 而小野明子也是心情无比复杂 但他还是不由向前迈你 淳子的妈妈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老师我到处找您 眼泪在这儿 看到女儿出现姓太郎只能把花咽下 淳子赶忙给俩人互相介绍了起来 小鹿姓太郎 感谢您帮助我的女儿 淳子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只见明子说了句别客气 随即就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着急忙慌地坐上车子赶紧离去 姓太郎目送昔日的妻子离开 她的心中五味杂陈复杂无比 淳子扭过头来跑到父亲身边对她说道 怎么让她走了 是我妈妈对吗 你妈妈 对 姓太郎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强硬地否定了女儿的想法 她调整心情邀请女儿明天和自己出海湾 但看到淳子那坚毅的眼神 姓太郎就知道女儿的倔脾气又上来 即将使出这片区域的小野民子 回望这令人熟悉的景物 让她不由想起 十几年前和姓太郎来这里爬山 那时她说自己脚后跟踪 丈夫二话不说就背着她向山顶去 温馨的场景历历在目 民子一想到这些 眼中不由淌起了热泪 对妻子当年的离开 姓太郎是非常非常内疚的 之后淳子没和父亲在做交流 他凝望着眼前的海水 想到了另一个验证的办法 那就是排球部长一定知道事情 但是面对淳子的询问 素水大噪也没有告诉他真相 他真是我侄女 淳子只能无奈地离去 他帮叔叔送完货货 就跑来了明子这里 淳子的叔叔几人奇怪怎么还没回来 姓太郎猜测去他妈妈那里 听说明子在一个体育中心工作 几个人越想越有这种可能 淳子审慎建议不如告诉他事情 小陆姓赵也觉得不能老瞒着他 但姓太郎却认为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 正在这时淳子回来了 于是就立刻上前问他去哪了 淳子只说是见到一个朋友就多聊了一会儿 看到父亲的表情 淳子就知道可能露现了 赶紧抱起宠物躲了开来 晚上淳子做完功课 姓太郎再次询问女儿下午到哪儿去了 我不说了吗 姓太郎却对女儿说 小山老师不是你妈妈 要是三个人在一起过多好 这是你的梦想啊 姓太郎想着女儿的话 回想起了曾经和妻子生活的日子 那时候一家人是多么的幸福 但是妻子的眼睛受不了一点了 为了保护明子的眼睛 淳子的爷爷才决定让俩人离婚 当时俩人别提多伤心了 自从怀疑小山老师就是自己的妈妈 淳子上训练课就开始心不在焉 而他的这种表现也被教练尽收眼底 淳子的心不在焉立刻引起了教练的紧急 想到小山老师可能是自己的妈妈 被惩罚的淳子却开心无比 罚自己跑十圈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的脑子已完全被亲情所占据 自从怀疑小山老师就是自己妈妈后 淳子一放学就老往那里跑 从小就没跟女儿接触过的名字 自然很乐意每天见到女儿 甚至还邀请淳子晚上一起共进晚餐 淳子心想今晚上一定要问问 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妈妈 然而他却没想到爸爸已经去过学校了 还得知女儿最近训练总是不在状态 素水大造提醒这样下去可不行 性太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回到家里他就拿出了女儿的日记本 得知了淳子的心理变化 只有妈妈才会有这样的眼神 小鹿性太郎顿时联想起了教练说的话 淳子的老爸立刻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小野明子正在酒店的洗手间整理头发 淳子还幻想着和小山老师相认的场景 没想到下一刻就见到了老爸性太郎 爸爸 性太郎没有跟女儿废话 而是直接去服务台让工作人员转交一封信 随即就想拉女儿回家 性太郎少见的以强硬姿态把淳子给拉走 当小野明子整理好仪容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已经不见女儿的踪影了 服务台工作人员将信交到了他的手上 看到上面的落款 小野明子赶紧打开 性太郎写道 淳子是野生的姑娘 是活在荒野的女儿 她必须一个人生存 为了战斗打磨自己的力士 野生的女儿不需要父亲 野生的女儿也不需要母亲 而淳子的父亲也是这样做的 当天晚上他就坐上了回北海道的电车 家人可以是女儿的羁绊 但绝不能成为他的阻碍 而淳子的妈妈小野明子也做好了离开东京的准备 因为性太郎在信中还提到 淳子从小就接受特训 为了实现他母亲的梦想 为此他已经付出了太多 现在正是他的关键时期 宁子看懂了性太郎隐含的意思 他不断呢喃着对不起 随后就浮在沙发上痛哭了一场 同一时刻性太郎也想起了女儿的话 再联想到妻子的身影和曾经的美好时光 不觉以泪流满面 随即就将所有的纠结与痛苦一饮而尽 父亲和小山老师的离开 让淳子再次变得纯粹 看来只有当上日本最优秀的主公时 实现了自己目标才有可能和妈妈相认 一转眼全国高中女子联赛就要开始 由全日本44支在预赛中晋级校队参加 白富士队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北海道的代表队续川女子商专队 教练介绍这支队伍特点是善于防守 虽然没有重炮手但防御却很有一套 但只要正常发挥就一定能拿下比赛 全队上下都充满了自信 淳子也信心十足 但是一个人的到来却再次让他迷失了目标 在队内的备战训练中 虽然淳子的晴空霹雳所向无敌 队友们夸赞根本拦不住 但宿水教练却看出了淳子的隐患 在淳子打晴空霹雳的时候在空中的姿态不好 扣球的角度也不够多变 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也没 淳子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可是自己却好像到了瓶颈期 如果再遇到太帝姐妹的严密蜂王 目前的晴空霹雳怕是依旧很难打穿 正在淳子晚上吃饭的时候 忽然叔叔家的员工通知有人要找尊子 他跑出来后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的发小杏姜 杏姜小学二年级搬出了大爪 从此就没再跟淳子见过面 小时候是淳子最好的朋友 杏姜看到墙上大爪的壁画后说道 我差点没再大爪淹死 多亏你救了我 而淳子却忽然看到了杏姜胳膊上的伤疤 那是自己给杏姜造成的 儿时的淳子正在训练打排球 杏姜忽然跑来找他 姐姐 姐姐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淳子瞟了一眼就继续训练 而杏姜却很想和淳子姐姐分享喜悦 没想到淳子直接拿起娃娃 一把将她扔到了树上 杏姜不知道淳子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做 于是她只能亲自爬树上去拿自己的娃娃 眼看就要够着的时候 没想到树枝断裂从高空摔了下来 这个事件造成杏姜右手骨折 还进医院缝了十二针 淳子坦言当时的心理状态 当时我真有在嫉妒你 待淳子讲述完后 杏姜忽然开口 我来找你 是向你挑战的 淳子这才知道发小现在也打排球 第二天白富士队来到了比赛现场 排球部长和教练速水大界带队 杏姜的表哥和秋吉先生也来为他们加油 还念念不忘的过来和淳子打个招呼 没想到这事忽然有人叫淳子 正是昨天见到的杏姜在向他招手 母 看到杏姜和母亲一起离去 淳子的情绪忽然有些失落了起来 带着这样的思绪 让适应比赛场地的淳子有些心不在焉的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昭和54年的日本女子排球联赛终于开幕 淳子看了一眼好友杏姜 发现她忘了一眼观众喜 淳子随着她的目光刚好捕捉到了这有爱的影 她的内心顿时无比艳险 比赛开始由使其杏姜以螺旋飞球进攻 但被杏姜接住 随后二传手传球 旭川队准备扣球 阿亚子上前拦截 淳子却再次分心挑了观众喜意 导致她慢了一拍 被旭川队拦截成功 随即就是一个扣球 白富士队先丢一分 教练立刻警觉了起来 这次由旭川队发球进攻 被白富士截住后 随即杏姜传球 淳子起跳扣球 却被杏姜所拦截 随即对手二传 一个温柔的扣球再次拿下一分 淳子的发挥失常了 教练暗暗焦急 队长杨子也上前说道 淳子 你今天怎么了 淳子也没想到 杏姜竟真的能揭起自己的晴空霹雳 这实在让她意外 显然也有些出乎教练塑水大界的意料 排球部长在观众席也带上了几分凝重 眼看场上的局势完全处于下风 教练塑水大界申请暂停比赛 为了让淳子恢复状态 让队友把球权都集中给他 很快比赛继续进行 淳子的接连失误造成白富士队一片混乱 直接被打了个14比2 旭川队再次发球进攻 淳子却像是神游天外 队长喊她注意点 但排球依旧没有接起来 旭川队拿下了第一局 塑水大界撤下了小鹿淳子 换上了替补林木美智子 队员们都关心淳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淳子和教练说了声抱歉 但是大界却面无表情没有回应 淳子知道教练肯定对自己失望了 第二局比赛开始后 白富士队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 在队内的紧密配合下 白富士连连得分 在气势上压过了对手 第二局已经没有悬念 但此刻的淳子却在想一件事情 信江说没有一向能赢过自己 无论是赛跑骑马还是游泳之类的 但淳子的心理却并不那么认为 甚至自己一直在输给信江 就算在跑步之类的比赛上能赢 但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喜悦 淳子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和蔼的妈妈 就像信江母亲那样的 在体育馆前见到信江母女俩的时候 淳子就已经输给信江了 就在他陷入伤感的时候 第二局比赛结果出来了 白富士和旭川队赢一场 决定胜负的第三局开始了 这时候淳子开始反思 淳子想到在家乡的训练时光 他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标 父亲曾告诉他 要想见到自己妈妈 那就争取成为日本最优秀的主攻手 淳子猛然从迷茫的状态清醒了过来 第三局两队打得难解难分 场上的局势是13比13 但随后白富士队就拿下一分 只要再赢一分就能获胜 这时候淳子忽然站了起来 教练 让我再来一个晴空霹雳吧 我请求 看到淳子自信满满的样子 教练久违地露出了笑容 淳子只感觉现在全身充满了力量 信江对他露出了一个友好的笑容 随着信江发球 被队长接住后 阿亚子做球 淳子顺势跳起 在空中双腿并龙 在信江惊讶的目光下 淳子大力扣出 排球的力量和角度都很完美 晴空霹雳在这一刻突破了 淳子的脸上流下了泪水 虽然没有揭起淳子姐姐的晴空霹雳 但信江却好像在为他的表现而高兴 观众席历时欢呼 宿水大界在这一刻像是看到了夺冠的曙光 淳子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的瓶颈 在比赛完要回学校的时候 淳子遇到了在专门等他的信江 本来淳子的晴空霹雳很不稳定 这次和发小的对决 才使他前进了一大步 一想到成为全国最优秀的主攻手 就能见到自己的妈妈 淳子的全身都是力量 母亲给女孩安排了一场相亲 回到家里就让她试穿和服 正在根木梨花臭美的时候 父亲提醒财念高二是不是早了 这时他还傻乎乎的没意识到严重性 还是他姐姐提醒老妈可是认真的 因为男方是纺织厂领导的儿子 家里还要靠他们照顾 只要答应了那就是想退也不好 梨花一下子就背上心理负担了 第二天就将烦恼告诉给了队友 没想到大家知道后却觉得这很有趣 还问他是不是比教练还帅气 训练结束后就硬拉着梨花 去找木木老师学习礼 而结果也不负众望 木木老师指导相亲第一印象最重要 尤其是谈吐方面一定要注意才行 接下来就让阿亚子和梨花掩饰一番 你爱好什么 打排球 木木老师立刻指导不能这么声音 还要展现出内心的那种含羞感 梨花觉得这也太难了 木木老师让梨花学一下的时候 没想到其他好奇偷听的队员 不小心把隔断门都给推倒 梨花吐槽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情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看着梨花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纯子忽然冒出个好点子 他提出大家一起去现场来的大破坏 听到纯子的这个绝妙建议 梨花立即同意 转眼就到了梨花相亲这天 带着心理负担来相亲的梨花同学牢骚满腹 妈妈立刻提醒女儿注意点形象 就在这时跟木梨花的相亲对象来了 没想到这个男生并没有很不堪 甚至还有几分帅气和可爱 眼前的男人完全符合梨花的审美 以至于让他暂时忘记了捣乱大军 介绍人夸赞梨花性情温柔举止优雅 真是少见的好姑娘 于是就问他有什么爱好 我偶尔打打排球 就在他们友好沟通的时候 白富士的队友们来给他神助过 我们是白富士看的记者 想报道你们婚事 几个同学们你言我意 让梨花有些欲哭无泪 相亲介绍人都惊呆了 都还以为梨花也眼上了 春子立刻就让他来个 不那么优雅的道理表演 还亲自做了个示范 他太不像话了 梨花眼见相亲完了 索性就放飞自我 直接跑到墙根来了个终极道理 把媒婆都惊讶的 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回到家的梨花真是悔恨交加 他越想越觉得来相亲的男生可爱 后悔求队友们做这件大蠢事 第二天来到学校 同学们还祝贺他脱离苦海 谈论昨天的计划是多么的完美 把梨花气得直接来了一句 面对梨花的突然发火 大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想到就是纯子出的好主意 梨花立刻气哼哼地走到衣柜前 大家觉得他的发火莫名其妙 就在根木梨花相亲的风波中 白富士迎来了和辅导代表队向马的比赛 对手的实力属于弱区出现 这场几乎就是必胜局 但是根木梨花却不在状态 老想起他的那个相亲对象 直到此刻他都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厚 随着比赛开始后 白富士队员的竞技状态都很不错 但根木梨花在防守上的心不在焉 却让白富士队成了送分童子 他拼命摇头想要忘记那位来相亲的亲民 不过却完全不管用 男人的身影还是不断闪现 让他的专注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之后的比赛中梨花连连失误 给白富士队不断制造混乱 你怎么搞的 教练赶紧申请换人 接下来的比赛没有熟练 白富士队战胜了对手 但根木梨花下场后 依旧在犯花痴的行为 却让教练有些生气了 在赛后的总结会中 教练介绍了下一场将要对决的三重线一式高中队 安排好下一场的备战术后 教练忽然开口 梨花 你提的怎么打的 简直不像话 是 待教练训斥完后 其他队友也毫不留情地吐槽 看来他早上莫名发脾气的事情 大家都记在心里 梨花只是吐槽一切都晚了 淳子见这情况就想上前安慰他一下 下一场比赛多注意一些就好了 没想到梨花直接对淳子说 我讨厌你 下次比赛 输了才好 小鹿淳子想破脑袋也无法理解 队友梨花这到底是怎么了 当回到叔叔家的时候 叔叔夸赞淳子在比赛中发挥的不错 堂妹祝愿淳子姐姐能拿到冠军 淳子虽然嘴上说一定争取 但想到梨花的事情又让他充满了隐喉 因为打排球最注重团队合作 随即就将书包递给婶婶转头离去 垂头丧气的梨花正在回家的时候 却不想迎面驶来一辆汽车再向自己鸣敌 他扭头一看正是那个相亲对象 梨花没想到男人并没有在意昨天的事情 反而觉得他昨天的道理很可爱 所有的坏心情都一扫而空 男人走的时候还邀请梨花有空一起去玩 梨花顿时高兴坏了 最后两个人还约定了时间 待到男人离开后 梨花顿时放飞自我 没想到竟然峰回路转了 淳子为了对内的团结 找到了家里开澡堂的梨花 上来就说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自己一定在什么地方冒犯了 还请梨花一定要原谅自己 没想到上一刻梨花还翻了个白眼哼了一声 下一刻就在僻静处哭了起来 在淳子一脸凝重的时候 随即梨花又开环大笑了起来 淳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少女的心也许除了他自己谁也猜不透 淳子虽然不知道梨花为什么又哭又笑 但看到梨花笑了 自然而然的就跟着笑了起来 在相亲风波平息之后 与一世排球队的比赛开始 对手虽然各个人高脑大 但白富士却不出谈 特别是梨花的表现有无神助 第一局就压倒了三重线的一世高中队 给他们剃了光头 第二局也没有意外 白富士在战胜一世高中队之后 进入了联赛的第三阶段 他们将迎战广岛北女中队 广岛北女中队也是在前几门拼杀出来了 今天两强相遇打得激烈紧张难解难分 现在正在打决定胜负的第三局 再得一分白富士队就胜利了 替补席上淳子的叔叔婶婶一家人来给他加油助威 只见淳子将排球抛起 以旋转日月的发球绝技进攻 对手截住后就是一个主攻手的扣球 淳子就起险球后阿亚子赶紧传球 杏子跳起就来了一个低风重号 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 白富士队再下一场 淳子他们今天的比赛结束 白富士队打完比赛刚要离开 没想到就迎面遇上了老熟人 正是篮球商专队的泰蒂姐妹 只见他们在小鹿淳子面前停下走 说又发明了新的战术 那是一种叫超级变换球的绝技 超级变换球 所向无敌的新武器 泰蒂姐妹的话让白富士全队都有些凝重 在回去的路上都在一直谈论超级变换球 觉得篮球商专队变得更加危险 这时教练转过身来告诉大家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都不能自乱阵脚 这样才能发挥出我们的最佳状态 你们什么也不用怕 就在全队要离开的时候 小鹿淳子忽然发现 草丛里有人在招手 确定是在叫自己后 淳子就想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而这一幕恰好被千惠子撇见 只见女孩递给淳子一封信就离开了 淳子将信拆开 只见上面写着 明天来看你比赛 不要对别人说起 T.O 想到刚才的女孩穿着篮球商专的校服 于是她找到了还没离开的篮球商专队 询问是谁给自己留的信 泰蒂姐妹说刚才来过一个女人 是她要求把信交给小鹿淳子的 淳子立刻联想到了妈妈 泰蒂秋子好奇询问女人是谁 淳子看了看手中的信 T.O 小野明子 缓缓说到她很有可能是自己的母亲 泰蒂姐妹都有些惊讶 泰蒂秋子随即说道 没想到我们的遭遇竟这么想 你也许看不起我们 因为只要胜利了就能见到我们的妈妈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而且自己的妈妈也是排球运动员 请你不要对别人说 这种事情淳子自然不会乱说 下子好心到如果看见留信的人 马上就通知你 不过在球场上我们就不客气了 姐妹俩的一番话让淳子觉得 他们似乎也没那么坏 没想到这都是俩人装出来的 先前发现淳子异常的千惠子过来找她 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泰蒂姐妹笑着从比赛场馆的后门离开 嘴里还说着 这让千惠子有些疑惑 他们为什么说淳子是大傻瓜呢 在回去的车上 千惠子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你刚才见到泰蒂姐妹俩了吗 而淳子想到信上说不让告诉任何人 就对千惠子说没什么事情 淳子的话反而让心思细腻的千惠子 不得不多想 在回家的路上 千惠子觉得这其中必定有语 她甚至直接去篮球商专学校打探情况 千惠子鼓足勇气走进了对手的校门 当她靠近对方体育馆的时候 没成想刚好听到泰蒂兄妹三人的对话 是吗 干得不错呀 千惠子搞清楚后 就打算第一时间去告诉串子 却因为着急被路上的卡车给撞轰迷了过去 此时小鹿纯子对千惠子的遭遇还毫不知情 她还幻想着明天在观众席就能见到妈妈 脑海里不由闪过小山老师的身影 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老妈 第二天在医院的千惠子缓缓醒来后 才在护士口中得知自己被撞了 她立刻就想去学校报道消息 却忽然觉得左脚疼得厉害 随后才得知自己的左脚受伤了 千惠子说还有比赛 护士这才告诉她的家人请过假 白富士对与篮球商专的比赛就要开打 小鹿纯子果然不停扫视 想看看观众席有没有自己的母亲 如果小山老师出现 那就可以百分百确定 然而她却没有任何发现 在医院的千惠子是越躺越觉得不妥 纯子可是白富士的最强主攻手 她千万不能落入对方的圈套 于是千惠子决定亲自赶往场馆 而在比赛正式开打后 第一个球纯子稳稳结住 在对手第二次进攻时 队长让变战术 梨花闪开身位 而纯子这时却慢了一排 她的状态果然受到了影响 纯子的这幅表现让排球部长有些皱眉 记录场上数据的水木梁子 也感觉纯子的状态有些异常 这却让泰蒂姐妹和他们的哥哥暗自窃喜 纯子知道自己应该集中注意力打比赛 但泰蒂姐妹不时就看看观众戏 他们是故意在搞纯子的心态 随后姐妹俩就把纯子当作得分点 见到纯子连连失误的表现 在看台上的南乡小熊实在看不下去 失望地起身后直接离去 而在场上的纯子甚至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晴空霹雳 但她状态欠家下的晴空霹雳 被泰蒂姐妹成功封离 纯子的绝招此刻已构不成威胁了 且在之后的比赛中继续送了好几分 泰蒂姐妹之后连连失掌幻影 让白富士排球队输掉了第一局 而在第二局的比赛中 篮球商专队依旧以12比10继续保持领先 如果白富士输掉比赛 就会失去争夺冠军的机会 我能打 绝不能丢掉这一局 所以才把你撤下来 明白吗 把白富士的獠牙拔掉一根 让泰蒂姐妹无比兴奋 千惠子为了揭露泰蒂姐妹的阴谋 从医院拖着伤腿跑了出来 她想打出租车去比赛现场 但没想到半路却抛锚了 这在70年代并不显见 眼看一时半会启动不了 千惠子只能无奈下车走路 因为没带钱还把学生证压给了司机 但是在路上左腿的疼痛感却越来越剧烈 甚至一个不慎就直接摔在了地上 幸好南湘小熊刚好在比赛中途离开了 千惠子见状赶紧呼喊她的名字 眼看南湘远去 千惠子立刻心生绝望 没想到南湘其实隐约间听到了有人在喊她 一看是白富士的千惠子 于是赶紧过来询问她怎么受伤了 我有要紧的事请你帮忙 南湘带着千惠子风驰电车 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比赛的场馆 还小心地扶着她一路小跑 及时去到了白富士队比赛现场 千惠子立刻喊道 蠢子你受骗了 裁判立刻示意禁止干扰比赛 就在刚刚白富士队又丢了一分 现在刚好是个空档 裁判示意让篮球队发球 现在才来太晚了 眼看比赛继续进行 千惠子就想绕过去 南湘赶紧拖住她这可不能进去 非报备的人员禁止入内室规定 千惠子看了一眼一脸疑惑的教练 他询问有没有纸和笔 南湘将兜里的记事本掏了出来 随后就趴在地上写了起来 在小鹿纯子和教练的困惑目光中 只见千惠子写道 那张纸条并不是真的 他们的目的是让你冲心 随后千惠子再次快速输写 这时场上白富士队又丢了一分 眼看马上就要输掉比赛 千惠子再次举起了记事笔 这是签套啊 蠢子一下子恍然大悟 他又被太地姐妹给戏耍了 千惠子痛得直接昏了不去 南湘看了看情况让蠢子放心 在蠢子感激的目光中 搀扶着千惠子将他送去了医院 教练询问怎么回事 蠢子赶紧掏出昨天那封信让教练看 大戒也没想到对手竟这么无底线 小鹿蠢子立刻请站 大戒看了他一眼必须好好教训他们 想到昨天的一幕 蠢子就充满了怒 他要让对手知道 自己的良善不是那么好利用 随后蠢子带着一肚子怒气值连连释放压诈 直接把篮球伤砖给控一波 让替补席上的排球部长都不由感到 这才是真正的清空霹雳 在之后的比赛中 蠢子满腔的愤怒转化成了力量的名血 他的战役也感染到了队友 白富士队不但在第二局反败为胜 且在第三局也遥遥领先 再赢一分比赛就拿下了 在最后关头 蠢子再次施展清空霹雳 让比赛一直运营 白富士队最后成功立刻篮球商专队 所有支持者都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方 这场比赛差点就让白富士阴沟里翻船 正在庆祝的蠢子忽然询问对手 超级变幻球 为什么没亮出来呢 输掉比赛的泰蒂姐妹羞愧的低下了头 他们的教练老爸走过来开头 对不起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超级变幻球的战术 这个回答大大出乎了众人的意量 看到泰蒂姐妹在哭泣 蠢子想了一下 还是大度的对他们说道 下一次我们再来较量吧 泰蒂姐妹没想到蠢子还能这样对待他们 比赛一结束 蠢子就迫不及待的来看好友 并告诉他成功拿下了比赛 这个结果让千惠子特别高兴 随后蠢子把藏在身后的花拿了出来 温暖的友情与优秀的体育道德 就是白富士队取得胜利的保证 这也是团结的力量 接下来的全国女子高中联赛紧张而激烈 没想到在今天却报了个大冷门 白富士队赢下了今天的复赛 成功拿到了一组晋级决赛的资格 他们正在紧张地等待B组的结果 而B组呼声最高的正是花田高中 只要拿下这一场 那么就将与白富士队会试决赛 来打探敌情的水木梁子认为 花田队会取得决赛资格 宿水大界很认可他的判断 没想到下一刻场上就风云突变 花田队使出游动掩护战术 南乡一个猛龙出动的扣杀直接得分 却没想到在落地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脚 南乡随即就在地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看样子是打不了比赛了 花田教练疼得起身 宿水大界也吓了一跳 这变故来得实在太突然了 队长南乡小熊强忍疼痛艰难下场 看台上的排球部长判断老对手今年怕是要折解 排球运动快速多变激烈紧张 一个普通队员下场都会影响比赛的进场 更何况是花田队的绝对主力还是队长的角色 比赛后半段城乡女中队士气大阵 很快就追平了比分 最后城乡女中队赢下了比赛 这个结果让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 性子开口南乡小熊的花田队还好对付心 因为毕竟知根知底 这支队伍可是太不了解了 教练走进来告诉大家 虽说城乡女中没什么名气 但是能熬进决赛的就都有一手 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工作人员送进来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是纯子的 而另一封则是学校打来的 云住全国冠军 电视机前为你住位 胜太郎 最后的决赛电视台将会实施直播 白富士队是否能成功折冠夺魁呢 这是南乡小熊最令人心疼的时刻 因为曾经和纯子有个决战之约 但没想到在复赛中意外受伤 导致球队失去了晋级决赛的机会 所以他特来向纯子道歉 因为答应过纯子要在决赛与他争夺冠军 看你吧 望着南乡离去的背影 让纯子内心也莫名生出了几分悲异 就在他出来散心的时候 恰好看到朝日电视台在做实时直播的准备工作 这一幕让纯子备受振愤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打一场酣畅淋漓的决战 而在家乡的信太郎已经熬好一满湖水 守在电视机前准备看女儿的表现 白富士学校这边 全体教工也做好了看决赛的准备 但没想到纯子这边却出现了意外 由于大赛前都比较紧张 美智子在通过接打排球环节 于是纯子就也想要尝试一番 却没成想因为动作过大不小心在楼道里滑倒 很明显纯子的脚腕扭伤了 教练检查了一下没有肿起来 伤势不是太严重 于是就让纯子站起来试试能不能起跳 因为他的位置实在太重要了 但是结果却很不好 很快教练就做出了决定 让林木美智打纯子的位置 求胜心切的纯子立刻表示自己没问题 还要再尝试起跳一次 但是这次左脚依旧疼得厉害 排球部长安慰以后还有机会 就在队友们在决赛现场热身的时候 纯子一个人拿出了妈妈的项目 他很想与白富士队一起夺冠 他从书包里拿出妈妈的那双球鞋 想起了排球部长的话 这是你妈妈 这双球鞋是小鹿纯子妈妈当年穿过的 他对纯子具有特别的意义 纯子想了一下将这双鞋给穿到了脚上 正是这双鞋的原因纯子才决定打排球 他希望在这时候能带给自己力量 纯子再次尝试起跳 他的脚竟然一点也不疼了 纯子赶紧一路小跑 来到了决赛的现场 大喊着教练说自己能起跳 看到纯子确实没问题 这让所有队员都感到一阵欣喜 如果他不能上场 对白富士队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很快比赛正式开始 电视台的机位已经就位 而知名解说员也做好了准备 白富士队是这届比赛的夺冠大热门 而城乡女中却是一只以往没人注意的新秀 他们连续战胜了多支球队 甚至还拿下了另一个夺冠热门花田高中队 创造了奇迹成功取得决赛权 老牌球队对战黑马新秀 究竟谁将更胜一筹呢 大家都充满了期待 阿亚子截球后队长接应二传 淳子跑过来跳起就是一个重二 白富士队先取得一分 白富士队取得了不错的开局继续游离花进步 对手成功拦截后这次的扣球虽没被拦网 却被后边的杏子截住 队长把球顺势传出 小鹿淳子立刻施展晴空霹雳 一个扣杀城乡女中再丢一分 在之后的对决中 淳子多次把握机会施展晴空霹雳 效果出奇的好 白富士队完全占了上风 这让承乡女中队的教练坐不住 他安慰队员们丢分了不怕 我的战术不变 就是要让小鹿多打晴空霹雳 承乡队比分落后 但他们却不慌不忙 看到这个教练非常自信的表情 让肃水部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承乡女中队依旧保持自己的节奏 虽然落后但他们气势犹在 最后淳子用晴空霹雳成功拿下了第一局 在电视机前的信太郎却皱起了眉头 他觉得女儿用绝招太多次了 眼看形势大好的教练大界并没有改变战术 第二局一开场 杏子就用螺旋飞球拿下一人 他们的气势攀升到了顶点 承乡女中的教练眼看实际已到 换上了伪装受伤的白酒盒子 在和花田队的比赛中 他的表现很突出 眼看其并没有受伤 宿水大界也有些意外 而排球部长却嗅到了 对方教练老谋深算的味道 白酒盒子作为核心主力 现在才让他上场 这让场上队员都有些出乎意料 白富士成功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只要第二局完成双杀 那么今年全国高中联赛的冠军就是他们 却没想到赛前听说 承乡对主攻守受伤的传闻 竟然是个烟雾蛋 虽然白酒盒子的上场也制造了一些麻烦 但毕竟白富士的综合实力更强 在第二局依旧牢牢把控着场上的局势 在这时候大界却忽然发现爸爸一直看自己 他复盘后猛然惊觉 对方可能是在有意消耗蠢子 于是赶紧申请暂停比赛 询问纯子的脚怎么样 没问题 大界还是决定一鼓作气双杀对手 但对方教练却更胜一筹 大家注意力集中再坚持一会儿 白富士的王牌小路肯定要垮掉 承乡对教练的话让大家备受激励 白富士对3比2继续领先 现在由纯子发球 他起跳后就是一个完美的旋转日月进攻 拉拉队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球权未丢的纯子在发旋转日月 他们连的两分 让比分变成了4比2 但在替补席上的排球部长却忽然自语 太平白了 承乡对教练示意全面进攻 队长白酒盒子立即会议 当纯子再次发球进攻 施展旋转日月时 白酒盒子立即起跳 反手就是一个爆扣 让着急接球的纯子脚伤又疼了起来 宿水大界吓了一跳 队友们赶紧围了过来 眼看纯子无法继续坚持 大界做出了换人的调整 看到小路下场让承乡对教练安息 比赛由承乡对6号发球进攻 这个球起得很高 让替换上场的美智没成功传出去 裁判示意承香队得分 承香队成功追平了比分 在之后的比赛中 白富士队有些紧张 承香队抓住机会再得一分 纯子的下场让白富士队大受影响 在气势欲胜的承香女众面前 他们输了一分又一分 第二局以1比1战品 这一局的失利对白富士重队员打击很大 要是以往对手肯定会先被打工 眼看不妙的纯子立即申请第三节让自己上场 决赛的第三局开始了 大家都下定决心要沉住气和他们拼 但没想到杏子的第一个发球就没过完 他的表哥都忍不住吐槽这个球太差劲 因为发球失误球权点对手 承香队的4号发球又快又猛直接别分 他们火力全开不再归缩防守 在之后的比赛中 休息后的纯子再次使出晴空霹雳 但是却把排球给扣出键 那是因为他的脚伤 在起跳时的动作有些许变形 导致空中失衡扣球失误 和第二局一样 本以为能两局绝杀的他们失了一分又一分 让比分直接来到了14比5 随着承香队再次发球 阿亚子接球队长传球 纯子再次使出绝技晴空霹雳 以排球出界彻底无缘冠军结束 黑马新秀的承香女中队创造了笑识 把赛前呼声最高的白富士队斩落马下 这让教练大戒很不甘心 但结果就是这么惨 按照排球部长的命令 白富士全体队员直接从比赛现场回到了学校 当来到更衣室的时候 眼前的这一幕让他们一时之间都呆住 排球部长到 夺冠固然能使我们高兴 但我们更要学会接受失败 不久后就将迎来全运会 希望你们能争一口气 随后排球部长建议大家同声歌唱对歌 纯子下决心一定要在全运会上夺冠 最后众人就在操场上自发的训练了起来 只有用积极的心态才能对抗失落的情绪 在更衣室的教练开口 今天本来该赢下比赛的 在战术上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他下决心全运会一定要赢 知道儿子还没走出来的排球部长安慰胜败是常识 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势力 看着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的队员们 让宿水大界的心情也由阴转情 他们是那样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小鹿唇子在晨跑的时候 遇到了一只可爱的宠物狗 于是就热情的将它抱了起来 没想到宠物狗的主人正在它的身后 你是小鹿唇子 唇子非常惊讶 不知道女孩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女孩表示你的晴空霹雳让人印象深刻 随后就让唇子给他签的名 唇子一下子就不好意思了起来 女孩表示很喜欢他所以请不要拒绝 唇子将狗狗还给女孩后 在纸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 女孩说自己会永远珍惜他的 就在要离开时 他突然问起唇子的生日 3月25号 知道唇子的生日后 女孩收起了笑容 随即他就将狗狗放下 用星象表测算了起来 但是结果却让他微微皱眉 女孩告诉唇子 他的星座是山羊座 还告诉他红韵当头 唇子说自己从来不信这东西 女孩微微点头后 唇子就此离去 他还不知道的是 这位偶遇到的星象少女 在不久后将会和他再次相遇 转眼间暑假就结束了 唇子从队友口中得知了一条消息 那就是一个天才少女 要来白富士高中 听说还要加入排球队 唇子顿时好奇了起来 在更衣室看见高班队友 就询问听说美 没想到他们还真知道 据说还是位主攻守 就在这时队伍两子忽然发现 桌上有几朵花 刚才就闻到香味的队长 也觉得很意外 更衣室的众人都是一头雾水 阿亚子闻了一下方向扑鼻煞事好 当一伙人来到体育馆的时候 发现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连排球网都提前挂好了 在这诡异的阴幕中 教练宿水大界走了进来 纯子上前询问 听说要来新队员是不是真的 这真的 听说是个素质超群的重炮手 听到这番夸赞 几个人就讨论起了天才少女 也不知道好不好相处 就在这时班主任木木老师来了 而且他还带来了一位新同学 纯子立刻认出了他 木木老师介绍夏川同学 是从夏威夷转到本校的 因为千惠子出车祸还在休养 于是就把空位给了夏川尤加 而这个位置恰好在纯子的旁边 很快下午的基础训练要开始了 没想到教练忽然进来问新队员哪去了 还有一个呢 你说谁 夏川尤加 几个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等一伙人来到球馆的时候 却见到尤加已经在打扫体育馆 排球部长给大家介绍 从今天起他就是白富士的意愿了 纯子没想到他竟然是一名天才重炮手 队长询问更衣室的鲜花是不是他版的 尤加点头 而早上的球场也是他打扫的 尤加的行为博得了众人的好感 杏子立刻提出让他露一手扣球绝股 没想到尤加却忽然说 自己想当一名二传手 排球部长大为不解 听说你过去一直是主攻手 当二传手 我完全有把握 听到尤加的话 大戒虽然奇怪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 只见替补队员一个发球进攻 阿亚子接球 下穿尤加一个接应传出随后性子扣球 球传的恰到好处 阿亚子满脸不可置信 就连队长也是 这说明他的技术水平很高 因为可没一起合练 慧美不有感叹 尤加对他微微一笑 随后教练就想看看他的扣球 但是尤加却有些不愿意 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当主攻手 排球部长也很费解 但尤加就是铁了心要当二传手 大戒说这要看教练的决定 你只要晋级所能就行了 但尤加就是不当主攻手 也不说理 尤加立刻领命随后就跑向了操场 大戒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下穿尤加为什么不愿意当主攻手 放学后下穿尤加在菜市场买好东西 回到家还要帮姐姐做饭 姐姐说他既然选择打球 就要争取做个主攻手 但尤加却不想在这个事情上多谈 因为他认为朋友更为重要 尤加很想跟淳子友好的相复 第二天教练让夏川尤加继续练扣球 表现不好就继续让他扣 连续几次尤加都消极代工 这可把大戒给气坏了 不想干就回去 是 我走了 他怎么也想不通 尤加为什么不愿意表现自己 而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不愿和淳子竞争 淳子觉得尤加肯定有什么心事 于是在放学后 就打算去找夏川尤加谈一谈 没想到他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尤加在追着宠物狗玩的时候 没想到狗狗跑到了路中央 他焦急之下在车辆撞过来前 一把抓起狗狗 一个极限跳跃才躲过了一起 淳子吓一跳的同时 尤加也很后怕 他起身后才发现了淳子的身影 淳子问他为什么不愿当扣球队员 尤加看了淳子一眼缓缓说出了缘由 我愿意和你做朋友 我们俩现在不就是朋友了吗 尤加说自己是10月30日的蝎子座 山羊星座和蝎子座的人最好不相关 两人只要在球场上竞争 其中一个人就会倒霉 原来尤加不愿扣球的癥结在这里 淳子告诉尤加自己才不信心想 并说很愿意尤加跟他公平竞争 尤加低头沉思了很久 还是在淳子坚定的眼神中 缓缓告诉他俩人的命运生来就注定 这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天淳子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了教练 说亲眼看见夏川同学的弹跳力很好 于是在训练的时候 还想当二传手 是的 得到答案后教练给尤加出了个难题 那就是二传手也必须会拦我 只要能拦住小路的晴空霹雳 就可以证明有当二传手的能力 大姐问他有没有把握 非常纠结的他望向了淳子 如果这样就能和他避免竞争 也不视为一个好的方法 在排球部长的见证下 夏川尤加的一对一拦截开始了 所有队员都想看看他到底怎么个天才法 只见大姐一声哨响 两子抛球队长穿出 晴空霹雳 晴空霹雳 淳子落地后立刻就傻眼了 尤加的拦截非常完美 这对淳子来说打击太大了 因为这个晴空霹雳可是在最佳状态下打出的 围观的众队员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怎么拦网也这么厉害 传球优秀拦网无懈可击 尤加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情绪 于是想也没想就拒绝了这个请求 他告诉教练只想当个二传手 和小路同学结成一对 老队员都表示想看看他的扣球水平 你的拦网无懈可击 但尤加却依旧坚持只想当二传手 你真的不愿意当扣球队员 教练知道急不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随后尤加立刻友好的表示要给淳子传个球 但他的求淳子并没有进 在回家的时候尤加想和他结伴 而淳子却冷漠地表示自己还有事情 就下次吧 小路淳子依旧没有丝毫地表示 就这么冷淡地从他身旁离开 这让尤加非常伤心 走在路上的淳子忽然有些后悔在更衣室的行为 他自责自己也太小心眼 还有几分对尤加实力的恐惧 这种心情啊呀自有 性子同样存在 甚至队长藤田杨子也有这种感觉 就更不用说直接受到威胁的惠美丽花和美之子 当晚淳子就做了个大噩梦 梦见尤加跳起一个扣球 直接把他击倒在地上 让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反思自己因为晴空霹雳被拦死 就对想与他交好的尤加那么冷漠 真是不应该 真对不起他那份对自己的看重 这时候尤加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他觉得不该拦死淳子的晴空霹雳 这个举动怕是伤了朋友的心了 第二天淳子上学的时候 尤加专门来等他一起去 淳子赶紧跑过来道歉 两个人虽然没有形同陌路 但尤加带来的风波却并没有结束 当二人来到更衣室的时候 发现几个替补队员正在玩推演游戏 花子忽然提出如果夏川同学当主攻什么话 那淳子和杏子就要卡下去一个 别说了别说了 这游戏没意思 这番推理几乎是必然 正式队员心里又何尝不知 带着这种微妙的情绪 紧接着他们就整了个大火 这是一场替补和正式队员之间的教练 因为有夏春尤加的传球 在替补队员中的淳子越打越顺手 反而是正式队员发挥一场 主力队员直接被替补给打了个15比8 要在平时这可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于是成功把教练速水大界给激怒了 正式队员被惩罚操场跑十圈 替补们都觉得这太梦幻了 这时尤加却被教练带到了外边 因为已调查清他的底细 在夏威夷州比赛的时候 接球传球扣球 尤加竟然都可以 是个全能的优秀运动员 大界很想看看他的扣球 但尤加却拒绝了 尤加 尤加开口自己非常尊重小鹿同学 只想和他结成一对 大界听到这番话 才终于搞懂了尤加的心思 但回到更衣室的尤加却遭到排解 正式队员跑完圈后 惠美的表情显得有些痛苦 细心的尤加过来在他腿上轻轻一盘 因为他发现惠美的膝盖有伤 所以才接球失误 阿亚子直接语言攻击道 就因为来了个瘟神 一个个全都昏头昏脑了 队长立即喝止 淳子也立刻开口 怎么能这样说别人 你这么说我 我感到很伤心 尤加说完后就一个人离开了 淳子让阿亚子去道歉 他却不慌不忙的说道 你们其实是惧怕下穿尤加的实力 队长杨子随后就跟排球部长做了货报 部长只是只能等待尤加跟大家打成一片 希望他能顺利融入集体 相信不用等太久 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主力 在外边交集等消息的淳子 看见队长出来赶紧赢了上去 杨子将排球部长的话和盘托出 全运会在即让他很担忧 淳子很理解队长的心情 这是老队员们的最后义务 怕是没那么多时间让尤加融入 淳子打定主意 一定不能让白富士队出现矛盾 随后他就寻告了尤加的住址 多才多艺的尤加听到门铃在响 发现朋友来看他非常高兴 淳子来到尤加的卧室 当看见自己的签名时 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既然你是个天才攻击手 就应该毫无保留的发挥出来 淳子告诉他我们俩就凭实力 在球场上竞争吧 很希望你来竞争主攻手的位置 输赢都不怕 看到淳子无比认真的眼神 俩人的第二次交锋开始了 不同的是由淳子拦网 尤加来做主攻手进行扣球了 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重视 主力队员除了队长都在场上 随着队伍抛球队长传统 只见尤加一声大喊 这个扣球角度刁钻无比 让几个人连球都没摸着 果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实 连阿亚子都服气了 甚至他还第一个鼓掌 迎接这位白富士新来的排球天才 刘加凭实力赢得了全队的尊重 全体队员都鼓掌喝彩交口称赞 但现实的问题马上就来了 小鹿唇子拥有绝招晴空霹雳 下穿尤加怀有绝技流星辅说 失其性子可是什么都没有 队内的第二主攻守位置怕是要丢了 肯定得要下去一个队员 很快教练就召开了队内会议 说全运会将启用新的阵容作战 那就是三门重炮齐出 惠美松了一口气 而梨花则被名单排除了 教练提出将采用新的快速掩护进攻战术 但在演练的过程中 尤加和淳子的配合度却很差 好几次都出现了问题 教练让杏子和小鹿佩服 俩人的合作很玩意 随后教练让杏子和尤加一起 尤加刚跑过去就被杏子撞翻在地上 还责怪他也不看准点 尤加赶紧道歉 随即杏子就觉得胳膊很疼 教练让他下去休息 但其实他并无大碍 反而是尤加的手腕好像被撞上了 淳子跑过来询问情况 尤加却摇头没什么事情 而在澡堂发生的一幕让杏子很生气 下穿尤加展现自己的绝对实力后 教练直接让他当队内的主力队员 在洗澡的时候 听到低年级队员谈论淳子和尤加绝招很厉害 不用教练的快速掩护进攻战术也能饮食 让偷听到的使其杏子更加忧虑 如果只需要两名主攻守 那岂不是就没自己什么事了吗 在家里他就让表哥给自己陪练 但当表哥抛球他跳起来扣了一个后 却很不满意自己的表现 在队内的训练里 显得有些软绵绵绵 面对教练的责问杏子只能装作胳膊不舒服 因为他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个落差 教练让杏子暂停扣球 在休息的时候 尤加跟淳子分享在图书馆找到的排球技术书籍 上面详细讲解了怎么打配合 淳子吐槽怎么我们一打起来就乱套了 尤加开口也许是命中注定咱俩是不能合作的 淳子转过头告诉尤加 什么命运星象我们都不用管他 只要敢拼敢干就会有办法 看着性格截然相反的淳子 尤加更喜欢他了 但是在下午的训练中 看到淳子帮帮有力的低空球 性子是真极毒 待到尤加跟淳子换位后却出问题了 只见淳子掩护尤加针扣后立刻护住了自己的手腕 教练过来一看就知道是上次和性子相撞导致的 但尤加却极力否认 暂停扣球休息的性子 可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阿亚子立刻就想通了其中关节 和美之俩人追了出来 安慰性子别放在心上 性子却忽然开口 我服了他 说完后他就直接失落地离开了 俩好朋友也只能干着急 因为多少可以猜到点他的心思 在绝对的天赋面前性子被打败 这让他生出了深深的挫败与无力的 这时候表哥杨姨找过来 问他为什么不来练球 胳膊受伤了 杨姨直接拉起胳膊 看了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性子吐槽为什么哥哥老不信我 有他们俩白富士问拿冠军 没有我也一样 表哥缓缓开口 小鹿唇子有晴空霹雳 下穿油加有流星火球 可是你什么也没有比不上他们呀 你就是怕人家这样一轮 别说了 你应该尽你最大的努力做你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这样轻易地去认输 听到表哥的话让性子开始思考 这一刻想到了很多 小鹿唇子的晴空霹雳 和下穿油加的流星火球 这不是努力就能办到的事情 性子漫无目的地跑着跑着 忽然发现自己竟来到了学校 他鬼使神差地走到体育馆 竟然发现里面传出了声音 性子轻轻打开门发现 小鹿唇子在里面磨练自己的晴空霹雳 唇子败在油加的手下 但他却没有逃步 还在正式差距积极磨练自己的技术 自己怎么能这样就认输呢 就算不如小鹿唇子和下穿油加 也要努力拼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这是一个属于使其幸福的不眠业 从那天起 他比以前更加努力刻苦 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能让自己的低空重炮爆发力更强 性子成功把消极的心态给拦跑 早上油加来到体育馆后 惊奇地发现了这一幕 每个球都异常凶猛 很快全体队员就都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非但不会嘲笑性子 还会赞叹其心理素质强大 他近来水泳 仅仅连教练都大胆不可思议 而三名主攻守的配合也逐渐不回正 队友们都为性子的转变而高兴 为他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然而没过几天 队员们就得知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 医院的CT片显示脚骨有裂缝 这把女人吓了一跳 医生告诉他一年内要避免激烈的运动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看着女儿的片子 让千惠子的妈妈忧心不已 在全国高中女子联赛的时候 篮球商专的泰蒂姐妹给淳子设了一个局 千惠子识破后就想去揭露 没想到却被车撞伤了 现在就连排球都不能打 妈妈看着熟睡中的女儿 真不知道该怎么和她开口 而在睡梦中的千惠子 还幻想着很快归队呢 当她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想到高三队员就快退役了 全运会之后排球队就要改的 自己当主力队员的梦想即将实现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伤势 相信一定来得及 当她来球队看同伴的时候 大家还以为她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呢 千惠子说还要过一阵才行 杏子寄予改组后 白富士就看你们后辈的 阿亚子也关心的让她好好养伤 看着队员们训练的样子 她是真的羡慕 多想自己也在场上和大家一起 看着千惠子受伤的脚 让淳子心里很内疚 训练完后几个队友就把她送回了家 但没想到却从她母亲口中 得知了那个残酷的事实 这孩子不能打排球了 千惠子的妈妈转过头来说道 这件事就别告诉小鹿同学了 她经常来看千惠子总说是为她受的伤 说实在的这是个意外 不能全怪小鹿同学 很快出纯子外拳队都得知了这个坏消息 队长提出现在只能让她离开球队 美智说能不能让千惠子改变兴趣 大家顿时就有了主意 几个人拿着一本服饰设计图 来引导千惠子转变兴趣 看着一群队员莫名其妙的行为 立刻让她生出了疑心 来看她的队友都不谈论排球实在太怪了 而千惠子的妈妈却说是你太多心了 随后的几次看望 大家积极地来给千惠子展示自己设计的服饰 千惠子终于生气爆发了 一群人顿时有些心里忐忑了起来 千惠子无语地说道即将就是全运会 你们一个个为什么要干这些蠢事 她的话差点让几个队友哭出了 因为真相对她来说实在残酷了些 惠美第一个忍不住跑了出去 野田花子和大家随后也纷纷伤心地离去 千惠子就是在迟钝也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千惠子的妈妈告诉她只是一年内不行 这让她更伤心了 看着女儿这么伤心 千惠子的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女儿 很快纯子就得知了一个消息 队友告诉她千惠子不见了 她可能是知道真相后受不了打击 纯子瞬间呆入目击 反应过来后赶紧询问队友是不是真的 得到确切答案后就开始寻找了起来 此时千惠子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 千惠子偏偏不信邪 他就是要去打开球 纯子跑了很多地方 但却没有发现好友的踪迹 就在她非常担忧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千惠子此刻正站在白富士的体育馆里 她将自己的拐杖丢掉 没跳多高左脚就疼痛难忍 纯子到来后 发现千惠子在干了事情 真是把她着急坏了 纯子扭头看了看地上被丢弃的拐杖 她真的是无比心疼 随后就起身跑到排球框前拿起排球 用力地向千惠子身上走去 傻瓜 千惠子想着纯子的话忽然喊道 纯子 谢谢你 千惠子终于接受了这个结果 这时排球部长和她妈妈也找了过来 只见素水部长说道 休学一年吧 千惠子 千惠子同意暂时退出球队 她能想通妈妈也很高兴 第二天千惠子来上交队服 环顾一圈更衣室后 将自己储物柜名字取下 最后来看了一眼在训练的队友 她在心里想到 一年以后 我一定回来 希望千惠子一年后会重新站在赛场上 大早白富士排球队就发生了奇怪的遗语 一群人来到体育馆后门 就发现野田花子在跑步训练 这可太奇怪了 甚至在她完成目标后 还学蠢子来了个道理 队友都好奇她这是怎么了 难道今天的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听到大伙的调侃花子起身后说道 自己想当正式队员参加全运货 顿时惹来一阵风向 但小胖说的还真不是一句空话 在今天的队内训练里 花子格外的认真 反倒是阿亚子二船有些失误 教练提醒二船质量太差 教练问阿亚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并提醒她一定要注意保持竞技状态 在更衣室 花子就盘算起了想要超越的对手 还把大山阿亚子算了进去 这刻把人家气坏了 随后花子就找淳子败起了失 说自己想当主攻手 淳子表示那就一起练吧 每只吐槽平里那体重能扣球吗 他想了想也是 自己的体重肯定跳不高 队伍忽然过来给他出了个主意 像队长那样做个优秀二船手也不错 花子立刻心动 他让尤加帮忙测算一下 问队长和淳子哪个适合败失 首先尤加否定了淳子 尤加告诉他队长属于绑瓶座 根据测算你和队长也合不来 两个人都不合适做师傅 但尤加通过简单的测算 却得出一个结论 猎户座的大山同学跟花子很大 花子皱眉深思很久候下了决定 而且他很快就付诸行动 大山同学 我要帮你做师傅 面对花子的败失 请求阿亚子转身就走 惠美好奇问他 为什么全运惠你一定要上场 老子后我不甘心 但这个理由显然不是真相 为了能成功拜到阿亚子这个师傅 小胖花子算是赖上他了 阿亚子简直无语了 而他最近的经济状态不好 也是有原因的 原来他的父亲把腰垫扭了 而母亲因为生病还在住院 每天放学后都要照顾店里的生意 精力自然会被分散 他将外卖单子的食物准备好后 就让弟弟去送到顾客家里 在外边蹲到机会的花子 赶紧跑来过来 打探清楚后就立刻自告奋勇 帮大山同学家送起了外卖 这边阿亚子刚把炒饭做出来 让妹妹给客人送去 交给我吧 小胖 正好缺人手的阿亚子 立刻忙碌了起来 在随后的几天里 花子还把阿亚子家的师傅给队友看 这是为了拜师给师傅家招揽生意 而结果也是收获满满 最不愿欠人情的阿亚子 想让花子离开 没想到几个弟弟妹妹 却都替花子说起了好话 他是诚行诚意的 看着花子远去的声音 阿亚子忽然有些小感动 花子如约给淳子 他们都送去了外面 在离开的时候 他忽然被淳子喊住 你的动机是什么 动机是老当后补 我怎么甘心呢 再见了 淳子却不太相信花子所说的理 花子没有多说就这样离去 淳子自然是一个字都不行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 不为外人道的原因 在阿亚子家每天都帮忙到红满 花子索性就直接住在了他们家 一来二去之下 阿亚子终于是心软 小胖在研读排球 计计技巧书籍的时候 阿亚子就这样看着他 想到这段时间 他也弄了努力 于是决定收下这个徒弟 阿亚子对小胖进行一对一教学 把自己排球生涯总结的经验 都倾囊享受 这可把花子给感动坏了 阿亚子鼓励花子 一定可以成为正式队友 通过阿亚子一段时间的 手把手教学 花子的排球技术很有进度 很快花子的成果 就在队内的训练中得到了感谢 小胖一个急冲 在排球落下来前完美接触 随后阿亚子将球传出 性子跳起就是一个完美后杀 他随后就对阿亚子 说到传得真好 排球部长也说 阿亚子终于恢复竞技状态 没想到在今天的训练结束后 花子突然出炼 说自己要加炼 教练看他这么拼劲十足 立刻让炼接发球和传球各50个 为了当上正式队员 花子也是真拼命 就连排球部长也很赞赏 接得不错 花子的这不子拼劲 让了解他的几个队友们都暗门扎实了 随着训练的持续 花子终于是有些体力不支了 但他还是在努力硬抗打的极其认真 让阿亚子都有些心疼他了 每次都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接每一个球 直到他最终因为体力不支而晕倒 这可把大家给吓坏了 幸好并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疲劳过度 纯子打开门告诉花子 说他的妈妈来看他 花子的妈妈一上来就道歉说对不起他 还说自己决定不结婚了 花子却表示很希望妈妈婚事能成功 纯子这才搞懂了原因 这感人的一幕让纯子也不自控地流下了泪水 望着花子母女俩离去的身影 他生疼起一个愿望 那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和妈妈并肩漫步 第34届全运会就要开始了 白富士所在的一区赫然就有城乡女中队 半决赛怕失又将遭遇 联赛的时候输给了他们 大家都想在全运会中学耻 素水部长告诫要吸取联赛的教训 希望这次我们能问顶冠军 教练也告诉众人只要打出水平 我们就能拿下冠军 没想到下一刻就都全部傻眼 因为上场名单上没有下穿尤家 把王牌弄掉了 尤家这次不能上 为什么 素水部长告诉大家 因为尤家来本校未满六个月 所以不能参加正式比赛 而三门大炮的进攻战术 不过是个激将本 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那是素水教练想刺激一下 队内的了王牌 自从尤家来到球队后 纯子的晴空霹雳受到了磨练 而杏子经过苦练 他的进步也很大 全队的水平比夏天联赛时 可是强多了 大界还特意走到杏子身旁 鼓励他要加油 教练的话让他非常开心 因为高三队员临近毕业 跑完步后队长提议几个老队员 今天加班练去 全体白富士队员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 大家的积极性也非常高 教练和部长也很欣慰 为了能让自己在比赛中发挥得更好 表哥给杏子在家里架起了一个沙袋 还告诉他想增强扣杀力度 可以试试这 自己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杏子将信将疑地跳起扣了几个 顿时感觉手掌发麻 表哥健壮说道 对你们也许不是很合适 但他的这个练法却很快出色 因为这种训练法强度太大 几天后手掌就肿了 教练轻轻一捏杏子就痛得受不了 显然全运会他可能无法上场 杏子急切地表示自己可以打比赛 而教练却说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于是立刻做出安排 让美智子顶替杏子的主力位置参加全运会 杏子的意外受伤 顿时让小陆纯子觉得夺冠艰难了起来 教练对此也很是苦恼 在进攻端少一名重炮手影响很大 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边 天空中出现了一只蜻蜓 阿亚子最小的弟弟欢快地去追逐 就在大界在公园苦思对策的时候 小男孩却不慎掉到了水里 教练赶紧冲过去救人 阿亚子的二弟也跑过去 正准备去送外卖的阿亚子刚好撞捡 他立刻扔下自行车也跑过来 教练大界一个跳跃直接跃入水中 成功把阿亚子的四弟给救了起来 但正当教练要翻过围栏时 却一个重心不稳直接跌倒在地 阿亚子过来一看 就见教练的裤子直接被水下鹦鹉划伤了 而且腿上的伤口很大 这可真是乌漏偏逢连鹦 在医院阿亚子向教练连连道歉 教练让他别介意 并说全运会的比赛排球部长会代替自己指挥 你们一定要努力 在今天队内的训练中 顶替杏子主力位置的美智因为压力过大 直接在地上哭了起来 他实在是怕脱全队的后头 觉得代替不了杏子 排球部长安慰队也会分担你的压力的 受伤的杏子给美智递上手帕 让他勇敢点耀相信自己能打好 淳子顿时觉得夺冠之路变数很大 杏子用受伤的手在院子里扣了一个球 顿时痛得直冒冷汗 但他还是咬牙坚持 想尽力适应这种疼痛感 很快就迎来了全运会的开幕日 白富士作为老牌校园强队 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打到了半军赛 而对手正是全国联赛冠军城乡女中队 随着城乡队发球阿亚子接起 队长将球二船抛出 小鹿淳子立刻起跳使出绝招晴空霹雳 让白富士取得了不错的开局 每只发球被对手截住后 对手二传传球随即扣球 却被第二道防线的阿亚子救起 随后队长将球传出 小鹿淳子再使绝招晴空霹雳 让白富士队连得了 观众席立刻响起了掌声 白富士高中队攻势凌利 淳子的晴空霹雳连连得分 转瞬之间就只剩一分了 淳子看着对手将球抛弃 利用弹跳力使出发球技旋转日运 漂亮地拿下了第一局 教练速水大噪和队友们 为他们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但在第二局开始后 局势却急转直下 城乡队根据第一局的变化 发现了白富士的弱点 那就是盯着林木美智子进攻 上来就是起高球 这让压力很大的美智 直接判断错了弱点 让对手取得了一个好的开局 他们用集中火力攻击美智子 同时严密防范淳子的战术 让白富士队在第二局打得很难受 从而连连失分 这时杏子却盯着自己的手在心里纠结 白富士队被对手很好地抓住了弱点 速水大噪剖析到一船 二船没有配合好 存子又被他们盯死 接下来让梨花试着扣球打开局面 并让阿亚子照顾一下 美智他的防线压力太大 城乡队教练告诉队员 他们现在实力不如联赛 要死丁小路全力进攻 中间暂停一次比赛恢复后 看局势不妙的杏子忽然起身申请出战 但排球部长并没有同意 而城乡队却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随着城乡主攻守一个重口 城乡队以15比5完胜白富士队 两队1比1战平马上就要进入第三局 没想到刚要开打美智子就第一个倒下 他忽然间腹部一阵脚痛 眼看已经无法坚持比赛 这可真是糟糕无比 杏子健壮立刻去做上场准备 于是带着伤的低空重炮手出战了 在决定胜负的第三局开始时 杏子调整好心态 想着还在病床的教练他把心一横 上来就是一个螺旋飞球直接拿下一分 他的这一手立刻提振了全队的士气 他的手拍杀带没有改练 角度刁钻的螺旋飞球连连不分 竟神奇地把对手打了个7比0 这时的白富士队气势如虎 杏子虽然手指挫伤 但他的快球和发球打的变化多端 和淳子双剑合臂叫城乡队无法招架 再拿一分白富士队就将挺进决赛 只见淳子微微调整呼吸 随后将球抛起利用自身的高弹跳力 使出旋转日月被对手接起后 对方的二船传球后随即就是一个扣角 后防线的队长瞬间接起 阿亚子拼命跑到落点瞬间二船 他没忘记教练是为了救自己四弟才受伤的 白富士队成功挺进了总决赛 顿时替补习一阵欢呼 丞相女中的教练长叹一口气他们输了 就在病床上的教练交集等结果的时候 所有队员都一起跑了进来 我们要决赛了 打赢丞相队了 赢了 镜子立了大功 还为了能够上场比赛 他把冰块放入盆中 而后将冷水倒进去 最后右手缓缓伸进盆里 手掌传来的奇异痛感直冲灵魂 性子就是这样来缓解疼痛的 他带着帮助球队不复青春的信念 在半决赛中带着伤上场比赛 硬是和队友们一起赢下了半决赛 让白富士在真冠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询问他有什么看法 宿水部长表示他们那个队友三门重炮手 进攻力非同一般至今所向无敌 从预选赛到准决赛 双杀篮球商专场场全胜确实厉害 排球部长扭过头来说道 凭我们的实力还拿不到冠军 随后采访内容就被花子和小川转述给了队员 就在队员们略有些不满 兼部长走了进来 他直接让三年级留下一二年级解散 这让想练球的一二年级和高三同学都有些不解 但部长却说没那个必要 一二年级的队员们都很疑惑部长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在体育馆内排球部长忽然说决赛时让总务梁子做扣球队员 这简直不可想象 部长没有多说而是直接走到排球框前 让队长给梁子传个球试试 一定要敢打敢拼 随后就让梁子跟阿亚子去做传球准备 只见队长传球阿亚子做球 但总务梁子连球网都没扣过去 梁子的胳膊早已痊愈 但是他却有些创伤应激心理障碍 很多运动员就是因此而退役的 但部长既然这样安排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肯定是有什么新的战术方案 走在路上的梁子其实听到部长的话非常心动 但心理上的恐惧岂能那么容易克服 就在这时一个学生坐轮椅要过斑马线 由于刚好是上坡身后同学见状赶紧上前帮了他一把 这一幕被身后的梁子尽收眼底 带到轮椅女孩顺利通过斑马线后 其中一个女生谈论到他得了肌肉萎缩症 梁子听到俩人的话 顿时也有些同情起这个轮椅女孩来了 梁子心想他当时该多痛苦啊 夜幕即将降临 美智在院子里训练接球技术他想在比赛场上发挥的更好 而梁子也没闲着 就在他在地上捡球的时候 发现山坡下也有人在练习排球 赫然就是昨天遇到的轮椅女孩 这一幕让梁子心中震动 梁子看着女孩这种顽强的坚持 他在心中默默下了一个决定 与此同时杏子也在忍着伤情 将手伸进冰水里 希望尽可能的消肿止腾保持竞技状态 想到花子复述的排球部长对记者说的话让杨子心里压力很大 他下决心要做到最好因为这是高中时期的最后一章 将七七排上排球部长普斯对策 在大脑飞速运算下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是全运会女子排球的最后决赛 由大阪代表藤井四溪队和白富士争夺冠军 他们是老牌强队实力不凡 首先由藤井四溪队发球进步 被美智拦截后队长顺势二团 淳子跟进的扣球却被对手折 第一局大噪没有让杏子上场 并且只许淳子最多打三次晴空霹零 比赛开始后藤井四溪队连连得分一路领先 现在只差最后一分就赢了 就在淳子心里嘀咕怎么还不让杏子上场时 对手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 淳子起跳扣球但是被对手所拦 最后以15比6的成绩 藤井四溪队齐开得胜轻取第一局 双方交换场地第二局即将开打 大噪开口让杏子准备上场 阿亚子的弟弟见第二局就要开始 赶紧打电话把结果告诉给了在医院的妹妹 随后被大戒救起来的小男孩就把消息带给了他 这是早上阿亚子想到让教练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的方法 第二局大噪掉上了杏子 对淳子也解除了不许打清空霹零的禁忍 开始对对手全力猛攻 淳子和杏子放手后杀气势汹汹攻势凌利 白富士队以15比8拿下了第二局 现在场上比分1比1 谁能问顶冠军宝座那就要看第三局的了 大戒也在病房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对手的防守实在做得太好 直接打了白富士个5比0 替补锡队员的心拳都揪了起来 包括在记录队员情况的总无梁子 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那个轮椅女孩 那个姑娘肌肉一天比一天萎缩 可是他没有屈服生命之火还在熊熊燃烧 他仍然那么乐观坚强 梁子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让我上吧 宿水部长微笑地点了点头 将曾经是扣球手的水木梁子换了上去 高三老将以全体出战 纯子看到这一幕一股豪气顿上心头 比赛很快恢复 只见阿亚子将球传出 梁子跑过来一个起跳大力推避 终于逆转了一番 这让替补锡的众人都很惊讶 没想到总无的扣球这么凶了 梁子偏头看向了排球部长 部长微笑着不断点头 梁子读懂了 在下面的比赛中白富士打得欲加完几 抱着就是打断胳膊也要猛烈扣杀的梁子发挥量 他的上场改变了白富士队的推势 纯子姓子美智子和梁子四门大炮轮番风炸 再加上杨子传球准确阿亚子男网联名 直打的藤井四溪队阵脚大乱 最后比分占到了14比13白富士队领先一分 只要再拿一分就赢了 他不是小鹿纯子也不是杏子 更不是梁子 而是终于克服创伤心理障碍的水木梁子 他全力摆臂猛烂爆炮 这个扣杀完美到了极致 为白富士排球队一锤定音拿下了比赛 白富士队经过艰难的比赛 终于夺得了全运会的冠军 金牌戴在脖子上的他们此刻只想尽情地哭泣 这是白富士排球队高三老将们的最后一阵 这一刻他们是喜极而弃无比容量 为白富士学校为自己争得了荣誉 送给了教练宿水大界一份最好的礼物 白富士高中排球队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全运会冠军 因为高三同学临近毕业 他们正在为建设一支新队伍进行准备工作 每个人都非常有干劲 这让一下子闲下来的老队员浑身都不自在 杏子梁子和美智正在打网球 但是他们没打多长时间就无精打采地放弃了 觉得打网球也没什么意思 最近阿亚子做事情也是心不在焉的 放学后腾田杨子在笔记本上画了又画 真是闲得让他发慌 我怎么又画这些东西呢 每个老队员都有些百无聊赖极其不适应 这是杨子忽然提了的建议 大家一起帮助新队伍成长 这不就是我们最好的工作吗 于是一场针对低年级的亲切培养开始了 从那天起临近毕业的老队员终于找到事干了 那就是军训新组建的白富士队伍 每个老队员都斗志昂扬 是把新队伍培养成全国最强 看到龟子发挥的不是太好 阿亚子会严厉地叫他起身 去另一块场地单独训练他 就连惠美也累得有些顶不住火候了 高三同学自己也不训练 就盯着新队伍磨练他们 最可怜的还要属花子 以为自己时代来临的高一高二生全都很无奈 觉得他们实在太变态了 这不是故意仗着身份找茬吗 而在另一边 老队员们对此事还一无所知 这是一二年级每个同学的身体素质和技术能力分析表 五个人对新队伍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各有见解 第二天的更衣室里 看到老队员来了 花子立刻让暂带队长位置的淳子去说说欢送会的事情 我们这个星期天 这个星期天练球 淳子小心翼翼地说能不能在中午结束 因为下午大家已经另有安排了 什么安排 想开个联欢会 让高三的同学们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几个老队员有些发懵 还是阿亚子发现了不对劲 阿亚子的话顿时让大家有些心虚 你赢在了 让我们滚在 老队员觉得他们真是不识好人心 随即杨子就让新队伍去体育馆集合 必须给他们上一课 于是一场新老队伍的对抗开始了 五个对六个 照样可以 老队员们五打六这可真是太侮辱人了 但没想到阿亚子第一个发球徒弟花子就没接起来 三年级开门红赢得一分 阿亚子的第二个发球被混美接起 随后尤家二传弹扣球却被拦截了 三年级取得两分 老队员们就跟耍猴似的 只把他们打得无法招架 最终以惨败收场 这真是不服气也不行 继续帮助我们吧 负责任的杨子立刻就要回去 却被杏子一把拉走 不能这样轻易原谅他们 这时教练走了进来 要感谢三年级同学 这下清醒了吧 通过这场实战 淳子也意识到了不足 气氛的杏子回到家 就把统计他们体能情况的表给烧了 第二天淳子他们就找上了教练 大界决定帮他们和解关系 还告诉队员告别 联欢会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随后老队员们就纷纷接到了请柬 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排球部长说完后 从兜里拿出了一封文件 原来早上排球协会送来了一份通知 那是一份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选拔的邀请 看到这份通告 大家立刻机灵了起来 这就意味着高三同学们的征程还没有结束 部长说的有道理 可能确实把低年级学生训练得狠了些 他们各退一步选择和解 老队员们还把锦标赛的消息分享给了他们 白富士的心聊队伍又开始接受老队员们的训练 但他们这次没有抵触的情绪 因为知道老队员们也是用心良苦 而老队员也克制了很多 也许就像排球部长说的 他们先前都带着些许情绪 全年龄层的全国锦标选拔赛将要来临 全体队员又投入了紧张繁忙的训练生活 由于这次锦标赛主要是选拔人才是非正式的 所以在白富士读书未满六个月的尤家也能上场 杏子很期待与他在场上的合作 不过大家对夺冠却不抱希望 因为这次比赛既有大学队又有企业赞助的职业队 但是白富士队员也不是很出堂了 毕竟是全国最强效队 除了日常的队内训练 小路纯子最近都会喊惠美练习晴空霹雳 惠美看他这架势劝导别太过分拼命逼自己 但纯子却决心挑战自己 纯子的训练不可谓不拼命 但他的晴空霹雳依旧无法打破尤家的封锁 今天尤家来给纯子补习英语 他却在纯子的桌子上意外发现了纯子的秘密 在纯子刻苦训练的时候 叔叔家的孩子把他喊了回去 在纯子回来后却发现尤家的表情有些微妙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随后尤家更是在惠美口中得知纯子训练的非常拼命 尤家跑过去邀请纯子要再来一次排球技艺的单挑 而纯子也很想笑咽一下自己刻苦训练的成果 只见惠美一声大喊 小鹿纯子和尤家跳起后在空中一个翻滚 纯子猛力将球扣出 而尤家却像是慢了一拍似的让排球从头顶飞过 打破他的封网了 交好的队友都围过来夸赞他进步很大 就在纯子兴奋窃喜的时候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你让他们给骗了 信子等三名老队员将刚才的一幕全看在眼里 你是故意失手的 善良的尤家立刻不知怎么作答 纯子难以置信地询问他是不是故意失手 因为我担心你 纯子表示晴空霹雳是小山老师教我的杀手锏 你要能赢我服气你 但是你不该去侮辱他 尤家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眼看纯子愤怒离去 反应过来的信子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几个人这才将前因后果和几个老队员说了一遍 纯子一直把尤家看作自己亲爱的朋友和竞争的对手 可现在一想到尤家让自己的行为 纯子不禁又愤又闹 纯子憋着满腔的愤怒开始了蒙恋苦恋 俗话说坏情绪是害人的毒药 纯子的这次起跳 却不小心在空中姿势失衡 狠狠地摔倒在了地上 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尤家对他的让球行为 让小鹿纯子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在更衣室尤家和他打招呼却直接被无视 而今天的队内训练中 纯子的发挥极其糟糕 教练提醒他今天的失误太多注意点 随后就让他打个晴空霹雳 纯子瞬间有些紧张 教练早已看出他状态不对劲 只见杨子传球 纯子跑过来起跳都没成功 不只是教练队长也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晴空霹雳 这次虽然起跳成功 却在空中再次失去平衡 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队友们赶紧围过来查看他的情况 怎么样 小鹿 小鹿纯子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只因下穿尤家让了他一个晴空霹雳 现在竟连起跳都不敢了 可能不被当成对手才是他恐惧的原因吧 从那天起 纯子的竞技状态一落千丈 他现在一想到晴空霹雳就怕 这一幕也全都被远处的尤家所看见 他的本意可不是这样的 和纯子友情的破裂 让尤家的心上也笼罩了一层厚厚的乌云 第二天排球部长就找上了杏子几个人 询问尤家和纯子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因为尤家请了病假 而纯子也是无精打采的 搞清楚阴由后 排球部长让几个老队员想想办法 当几个人找到尤家时 他正要去旅行晒心情 尤家不想多谈立刻就走 几个人赶紧追上去说道 你不能这样扔下纯子不管 我不能为力 路上的尤家却无声流下了眼泪 姐姐扭头看到他这副样子说道 你说话 原谅我 好吧 姐姐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直接将车掉头开了回去 还对尤家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都要迎上去解决他 就在杏子几个人束手无策间 尤家的车回来了 尤家心下怀疑这行的通骂 会不会让俩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呢 杏子看他如此犹豫直接撂下狠话 既然你们无法解决 那我们就要插什么 几个人说到做到 第二天就通知纯子来体育馆训练 一脸诧异的纯子发现 一共加上自己咋猜五个人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但尤家还是听从了老队员的安排 惩罚他 纯子没想到竟会得到这么个答案 接下来对尤家的惩罚正式开始 眼看尤家已经累得激进无法起身 纯子终于全想了起来 那时候自己不想练习排球 他们就是用这一招来整自己 纯子解释这完全是自己的问题 怎么能怪到尤家头上呢 几个老队员知道成了 只见纯子一把夺过排球 不让他们这么对尤家 纯子看着尤家一时无言 还是尤家起身说了一句 纯子 你打 我来来 纯子为一点头 俩人的较量再一次展开 只见尤家做好防守的姿势 俩人同时大喊 晴空霹雳 来助霹雳 纯子虽败但却成功将 不敢打晴空霹雳的心魔去除了 尤家全力视为没有留守 几个老队员都为他感到高兴 俩人顿时理解了杏子同学他们的做法 白富士排球队为了迎接在 札幌举行的全国锦标赛 教练向他们公布了这次集训的地点 正是小陆纯子的家乡大找 小陆纯子在收拾行装的时候 忽然拿出了小山老师的照片 他之前就怀疑歧视自己的妈妈 这次有了照片一定要搞清楚 但是在飞机上 全队都沉浸在窗外云海美景的时候 尤家却有些闷闷不乐 因为他通过星象测算 这次出行怕是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真不想去 白富士排球队来大找集训 一下飞机全队就受到了 纯子父亲姓太郎的接待 大巴车上小陆纯子给队员们 做起了向导 介绍了很多山光美景 一群城市里长大的队员们 也是大受震撼 很快大巴车就到了 当地的旅行接待中心 纯子熟悉的大师傅 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教练宣布大找的训练计划 由队长率领三年级同学负责 一切行动要听从队长杨子的指挥 随后全队来到了他们预定的民宿 看到和东京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 让一群人都有些眼睛发亮 这时候 姓太郎却在与排球部长和教练商量事情 大界开口 纯子打比赛第二局绝招的命中率就差了 几个人都有同感 纯子的晴空霹雳已经到了极限 要把他培养成为国内一流的主攻手 就得让他继续进化寻找新的突破口 他们三个都在苦苦思索 终于围绕纯子想出了一个方案 在跑步训练的时候 纯子发现尤家不在队伍中 随后才知道是教练找他有事 此刻尤家真是十分震惊 教练竟让他学纯子的晴空霹雳 还要搞什么双重晴空霹雳战术 尤家提出纯子会不高兴吧 教练告诉他这个想到了 这既是改组后的第一王牌战术 也是为了让小鹿另辟途径 摸索出其他杀手锏 听完后尤家立刻起身 说纯子是自己最珍惜的朋友 这种事情自己绝不会干 尤家知道一旦同意怕事 又要跟纯子闹矛盾了 另一边全队训练完后 队长建议帮纯子家牧场做点事 一群人随即就开始在牧场体验生活 大家干的都还挺起劲 就在一伙人卖力的忙碌时 纯子忽然从兜里 拿出了小山老师的照片 纯子看到尤家骑车过来 他忽然想到拿着照片 去忽悠一下大师傅 不就知道他是不是自己妈妈了吗 于是不等尤家开口 直接借走了他租的自行车 惠美跟花子跑过来 询问纯子这是去哪了 听说有事去找大师傅 惠美立刻猜出怕事 去问他妈妈的事情 随后尤家了解到了一切 原来纯子想去奥林匹克 竟是为了找到他的妈妈 尤家这时候才知道 纯子母亲的情况 出于朋友之情 他决定住其一臂之力 为了小鹿纯子 他决定听教练的话 另一边纯子拉出大师傅 就开始忽悠 我妈妈的事 你终于见到你妈妈了 纯子在想自己终于猜对了 没想到大师傅画风一转说道 可惜不是 不是这个女人 纯子不曾想会得到这么多答案 而当信太郎忙完后回到家里时 小鹿纯子做了好几道爸爸爱吃的菜 但信太郎却很面色不悦 干嘛 这样看着我 你去找过大师傅了 我去找过 纯子拿出照片说 您封了大师傅的口对吧 信太郎没有正面回答 纯子转头说道 您就怕我询问妈妈的事情 信太郎还真就怕他问东问西的 直接拽着女儿 把他推出了门外 然后赶紧关上门 纯子只能无奈去学校 给他们租的民宿睡觉 信太郎望着女儿给他做的一桌饭菜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方法 当纯子回来的时候 发现队友们正在开篝火晚会 纯子忽然发现 尤家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也在放声歌唱 不过纯子心里还是很纳闷 怎么尤家忽然变得这么开朗了 浑然不知这一切都跟他有关 第二天天高萌萌亮高三同学 就喊大家起床集合 当纯子醒来的时候 发现尤家并不在床上 很快他就报告给了队长 杨子说好像他在体育馆进行特别训练 还说纯子可以去看看 当他跑来体育馆的时候 就见到了这样的一幕 尤家正在练自己的拿手好戏晴空霹雳 他赶紧跑进来制止 询问为什么要让尤家打自己的绝招 我爱上了他 听到尤家的话 纯子真是震惊无比 讨厌 这可真把纯子气坏了 他一路急跑回到了自家的牧场 一个人委屈地默默哭泣 他从未想过别人也会掌握他的杀手锏 这时候信太郎发现了女儿的身影 你哭什么还不快跑 在老爸的催促下纯子开始奔跑 他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那时候自己天天这样锻炼 直到跑到小马山父女俩才停下 信太郎告诉女儿自己已经知道了 还告诉他你的晴空霹雳已经到头了 必须寻求新的突破 纯子这才清除了原委 看着队友们跑步的身影 看着好友尤家 他一下子释然了 立刻跑过去参与了进去 小鹿纯子下川尤家队长 腾田杨子三人接到通知 来参加国家队的测试 工作人员将号码牌发给了他们 几个人推开体育馆的门 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每个人都是全国叫得出名字的拔尖运动员 几人顺感压力 南乡小熊分享参加选拔的人人机会均等 就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队员也要重新测试 这是他们新人的机会 参加选拔的高手均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大学高中代表队 三人接受到了竞争的残酷性 第一项是跳高 纯子做好准备 沾点白灰 冲过去奋力起跳 达到了85厘米 而职业队的高精力子轻松一跳就是83厘米 纯子心下暗叹身体条件真好 从全国各地选出20名优秀运动员 再通过各项测验 从中精选出13名 组成参加奥林匹克的国家代表队 紧张的测验正在进行中 每个运动员都卯足了进一定要入选 因为这是一件无比荣耀为国争光的事情 在上午的测试中纯子出奇的正经 他集中注意力做好了每一个动作 排球部长希望纯子他们能抓住这次机会成功入选 教练大界也是同样的想法 他在心底不断告诉自己经过六天的特训 他们成绩一定不会差 在家乡的小陆姓泰郎也已得知女儿参加选拔的消息 下午最重要的五公里长跑测试开始了 这能直接反映一个运动员的体能情况 每个人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视绝不能落后于人 纯子看了旁边队员一眼对他笑了一下 却直接被无视 他这才意识到身边每个人都是对手 随着裁判举枪比赛正式开始 从四岁就开始进行体能训练的纯子表现很好 国家队的教练正在仔细观察他们每个人的情况 在最后一圈冲刺的时候纯子已经跑在了最前面 而就在这时 忽然起诉不平飞快的高筋蜜子直接把他超越了 他甚至只用鼻子呼吸游有余力 第一个到达了终点 在纯子已经满头大汗喘着粗气时 高筋蜜子跑过来给了他一个鼓励 纯子抱以微笑 刘家和队长都跟看怪物似的盯着高筋蜜子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纯子在跑步上吃亏 排球部长跟儿子交流已得到消息 他们表现不错 明天就要检验排球技术水平 纯子辗转反侧兴奋的睡不着觉 白天的长跑输给了高筋小姐 纯子心想明天的扣球一定能赢他 但一想到入选过国家队的成员一个个稳如老狗的模样 他的信心好像又没那么足 他来到桌子前翻开妈妈登报时的照片 下届奥运会要在五年以后那太久了他等不了 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奥运会女排代表队选拔进入了最后一项 那就是让二十名候选运动员分组进行比赛 新老队员们隐隐分成了两个阵营 老队员首先发球被多为高中生的新队员截住 随后两组传球 纯子抓住机会顺势使出晴空霹雳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连球网都没扣过去 比分一比零 高筋蜜子猛然起跳双手交叉一个看球 排球在紫正的漂浮滚进 直接把新队员们给看完了 这个扣球纯子没有接起来 红队再拿一分 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纯子依旧失误不断 也许是因为太想证明自己纯子的扣球 往往不和时机频频失误 就在这时尤家开口 可以配合打双重晴空霹雳战术试试 队长杨子立刻同意 交流过后杨子打出一个手势 对手传球被截住后 他立刻传球至合适位置 双重晴空霹雳一举剑弓 一下子提振了高中组的士气 国家队教练暗暗点头 接下来南乡的流行展乐 也发挥出色取得了分数 紧接着尤家的流行火球 跟纯子的晴空霹雳也表现不俗 但在高精密子的十字快球下 他们还是输了 回到学校的纯子 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不行 竟然把分组赛都能打输 他顺赶自己可能通不过选拔 忽然这时梁子喊他去部长办公室 纯子知道可能是通知来了 祝贺你们 你们三个都选上了 骗人 三人通过双重晴空霹雳战术的配合 入了国家队教练的发言 同时入选的还有南乡小熊 泰地下子 大学生队的水源明月香 职业队的高精密子 锦上明子 左山游子 板渊真记 藤村八虫子 小村英子 严本美代 一共13人被选为参加奥运会的女排队员 于是第一次集训就想好好表现一下 早上6点训练直接订了个5点半的闹钟 春子爬出被窝把熟悉的摄友全叫了起来 一群人捏手捏脚路过主力队员的宿舍门口时 南乡小熊贴耳倾听里边没有声音 看来他们替补们起床最早 就当一群人跑步热身的时候 忽然发现训练中心的灯还亮着 都还以为是昨晚忘记关店员了 但当他们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正是队员们竟然都在海满头大汗的 显然人家已经提前训练了一场 自以为早起的一群人都有些傻眼 然而让几个人吃惊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素水大噪竟然被国家队主教练带来了 还介绍这是他们替补的临时教练 这让淳子跟队长杨子都有些惊讶 原来16年前素水大噪就曾任国家队女排主教练 那是牧村教练还是他的学生给予过他很多帮助 说完后牧村教练把脸一蹦 开口到离莫斯科奥运会只有8个月了 我们的目标是打败苏联跟古巴队再夺冠军 别以为自己是国家队队员了就开始松懈 大噪教练宣布练移动接球 两人一组进行比拼只见他们做好准备后大噪教练将球甩出 两人立刻冲刺出去谁先追到球就是谁赢 高精密子显然比淳子更快这个球他输了 第二轮上场的是两二传手 作为国家队队长的锦上名字 显然比替补腾田阳子更快一步拿到球 之后的比拼几乎是碾压局 新入选国家队的成员全部落败 牧村教练训斥现在外国队的扣球迅速多变 你们一动那么慢是不行的 在众人吃午餐的时候 小鹿淳子确定了要超越的对象 那就是企业队卡内奇卡的主攻手高精密子 他作为国家队的主攻手曾为国出战多次 其快球出手林立文明事件 集训快结束的时候安排了一场正式跟替补队员的对决赛 淳子打定逐一要回进高精密子的十字快球 之前可是让他很狼狈 只有在竞争中出色发挥才能获得主力的位置 正是队员发球被截住后小鹿要发威了 落地后淳子简直目瞪狗呆 他难以相信高精密子竟然熟练地使用跟尤家相似的手法 懒死了他稳定发挥的晴空霹雳 正式队员15比0完胜 临时教练速水大造告诉新入选国家队的替补们 这就是正式队员的水平 比起高中队接球传球步步都快 随后训斥淳子 问他最后一个球为什么像个木头人一样处在那里 还见个奥林匹克运动员吗 速水大造立刻安排杨子惩罚淳子接300个球 在这种强度下直接把淳子给打得疲软无力 南乡小熊开口速水教练可真凶 杨子表示在白富士部长人可好了 淳子躺着却仍在想场上的事情 他想不通自己的晴空霹雳咋就那么容易被拦死 就在他苦苦思索的时候 同期的北海道老乡 原本没带给他递了张纸条 部长让他11点到体育馆 就能发现自己的晴空霹雳跟尤家的流星火球是怎么被拦死 一群新入选的国牌队员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互相之间的差距咋会这么大 在收到速水大造的纸条后 一伙人晚上11点来到了体育馆 入目所见让他们一个个吃惊不已 这大半夜的正式队员们竟然还在训练 而且每个人都训练得十分透露 队长井上名字站在高台上正在猛力扣球 下面的正式队员就在他的扣纱下练习接球 他们就这样不断训练持续了很久 临时教练速水大造忽然走进来说道 他们每天晚上12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 这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时候淳子才看到了日本女排的真面目 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 就是苦练苦练在苦练 正是在这样刻苦训练的强度下 东阳魔女才能打破欧美人统治世界排坛的格局 小陆纯子已经遇见自己飞快进步的样子了 转眼间第一次集训完成 他们回到了白富士学校 在队友都围着探究国家队集训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几个即将毕业的老队员提醒他们 你们马上就要参加新秀赛了 怎么一点备战的气氛都没有 就在这时杨子告诉大家比赛时间定了 随后梁子通知训练完后开个会 新组队的白富士成员都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 果不其然杨子让他们自己选出一位队长和总务 他们会完成最后的详细交接 花子表示新队长大家早就心里有数了 使其杏子直接点破那就是让小陆当队长 没想到梁子却表示纯子不太合适这个位置 梁子分析到纯子现在是国家队预备队员 以后他要兼顾学校和国家队两方面的训练这个负担太重 最后纯子分到了个总务的职位 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 叔叔建议推掉算了这样会影响你训练的 纯子却说没什么关系 于是为了不影响自己训练上课时 也在给队员安排训练计划 没想到被木木老师给发现了 小陆同学 下课后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惠美一看这情况 怕是只能自己一个人跟部长去了 没想到部长说今天有事情 让新队长惠美跟总务纯子去参加抽签会 惠美想到纯子还在班主任那里 于是一个人来到了抽签会的现场 主持人在台上一个一个叫名字上去抽签 惠美却在台下紧张不一样是抽到的强队 可怎么办这责任可太大了 惠美犹豫着走上台前 他刚完成抽签就在紧张之下胃疼了起来 这一幕把大家下了一票好在没什么事 而抽签的结果还是大会专门给送过来的 教练把不负责任的纯子训斥了一番 花子表示他只是临时的总 教练训斥临时不是理由 在宿水教练离开后 惠美和纯子接着就向全队道歉 性子不冷不热的吐槽早该想到是这个结果 纯子知道自己不该继续推辞了 很快他当队长的消息就被南湘小熊给得知了 南湘告诉他准备参加奥林匹克 已经够紧张的了你忙得过来吗 纯子不满的说了句你还是别多管闲事了 南湘疑惑你当队长的理由是什么 那些杂事很耗费你的精力影响你竞技状态 纯子表示能不能当好队长不清楚 既然大伙让我当那我就好好当 南湘望着纯子的身影说了句 真幼稚 而后又颇为欣赏的笑了笑 纯子当队长的话会浪费很多精力 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就在他有些两难的时候 前总务水木梁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直接询问几个人为什么要让纯子当队长 因为纯子当队长最合适了 纯子有才能应该让他发挥出来 梁子道歉也许自己说的太直率了点 但综合考虑纯子并不是队长的最佳人选 希望你们能再认真的考虑一下 听完队长和总务的一番话 让三人陷入了思考 瓶颈无波的水面上忽然被一颗石子打破了瓶颈 几人一时之间都有些沉默 放学后几人就找上了那堂惠美 他们知道虽然内包性格有些懦弱 但却是非常负责的一个人 一听又要让自己当队长 惠美立刻拒绝 我干不好 阿亚子建议这次比赛你就试试吧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我不是感动 听到几个人的话惠美立刻哭着跑走了 就在惠美非常没信心的时候 他看到了南乡小熊 惠美抹了抹眼泪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小鹿唇子这时正在训练 南乡分享国家队预备队员当中能参加奥运会的最多三名 不过淳子还是承担了队长这个职务 他说他能有今天全靠白富士的同学们 他觉得不应该只顾自己 看着淳子拼命训练的模样 惠美想到了很多 那时候教练让他当二传手暂替队长的位置 可是他却失误连连 淳子不断拍打拍球 就是为了逼他承担下二传手的位置 因为淳子相信他能做好 他们一起拿下了全运会的冠军 老队员们面临毕业退队 这时候需要有个人站出来领袖全队 新组队成员之中好像就属自己能力最强 舍我其谁 白富士 全东京排球新秀赛开幕了 对北泽商专的一场比赛 白富士队打得很辛苦 双方拟来窝网之间白富士队明显落了下风 开局直接被灌了个5比0 看得高三老队员焦急不已 以前当替补的队员们问题不断 对不起 白富士的揭发球完全乱了套 第二局开始不久 白富士就以0比7继续落后 连连碰壁让淳子开始变得急奏 这个扣球出界完全是她的责任 一旁的惠美看得暗暗着急 之后她把目光看向了观众席的老队友 虽然看着比分让人揪心 但众人还是微微点头表示对她这个队长的支持 惠美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她把目光看向花子 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努力 现在需要的是士气 惠美再次望向观众席 性子他们做了一个团结的手势 惠美鼓起勇气泥南了一句 我还不是 一生 白富士先生 惠美踏出的重要一步 让老队员们发自内心的替她高兴 这才是一个队长该做的 惠美一句话唤醒了白富士队的潜力 队员们立刻声纹糊糊 每个人打起来得心应手 第二局反败为生 现在只要再拿一分白富士队就赢了 只见尤家调整状态将排球击出 被对手截住后随即二传主攻手起跳扣球 被花子将球救起后 白富士的新队长惠美立刻把球传出 蠢子见机起跳使出杀手键起 这是白富士新组队之后打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他们没有给传统校园强队白富士学校丢脸 老队员们都欢欣鼓舞为他们的团结鼓掌 白富士排球队有史以来最爱哭的新队长诞生了 我们胜利了 很快东京排球新秀赛进入到了决赛阶段 白富士排球队即将跟强队花田高中争夺冠军 在比赛的前几天教练告诉大家全队配合有所进度 但揭发球二传调整反击能力还有所欠缺 排球部长对惠美说今后你就是队内的核心了 惠美为了提高二传水平她的训练不可谓不用心 但是今天一群人结伴回家的时候 却在途中遇到了花田高中的排球队员们 南乡因为也是国家预备队队员比较忙 他们也选出了新队长 小林忽然开口决赛就看我们俩的发挥了 这话让惠美有心懵 只见小林说到我们两队的主攻手都尽了国家队 他们的实力毋庸置疑 不过他们的扣球都要靠我们二传手 在花田队离开后惠美陷入了沉思 小林说的没错 如果二传发挥不好 就算蠢子尤家能力再大也使不出进来 而自己的能力比起老队长腾田杨子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他深感责任重大第二天就想找蠢子练练配合 到蠢子叔叔家的时候才得知人在体育馆 这时候蠢子正在体育馆和腾田杨子与尤家练球 如果蠢子尤家能带国家队打上主力 那杨子一定是和他们配合最好的 就在这时惠美找了过来 蠢子立刻招呼他过来传球 但是几个人第一个球的配合作被惠美传球传次了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球惠美接着又传 但表现依旧糟糕 惠美自己也感觉莫名其妙 他早已把传球链的得心应手 可现在却连续几个越打越不像样 蠢子说你这是咋了 昨天还传得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常了 听完蠢子的话泪包直接哭了起来 杨子看着离去的惠美开口责任反而成了他的包包 蠢子顿时醒悟 他这可能是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 但想摆脱这种束缚只能靠他自己 回去的路上惠美的内心很复杂 一想到和纯子游家搭档 他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时候惠美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同为二传手的阿亚子 阿亚子听完后说这是很正常的 你心里越紧张 球就越传不好 阿亚子三言两语就帮惠美分析的明明白白 惠美很认同他的话 但知道跟做到是两码事 队长这个职位不是那么好当的 今后你就是全队的核心了 一想到这些心理负担就机遇把惠美给压倒 第二天他提前来体育馆 想趁着队员没来先练练球 但一想到昨天的一幕 他就感觉浑身发软提不起劲 于是直接跑走了 惠美没敢走进体育馆 而是坐上了电气火车 来到了乡下晒星 他想通过清静大自然来消除心里的恐惧 在湖光深色的洗涤下 惠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另一边白富士体育馆内 全队到其后没有发现队长的身影 于是大家训练起来也无精打采 去找惠美的爱子跑进来说队长不在家里 就怕他想不开啊 杨子分析惠美本来就敏感 他要比我们敏感十倍 惠美看着湖水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要不自己还是退出排球队吧 他犹豫着拎起书包离开了这个地方 惠美坐电气火车回到东京后 随即就去到体育馆 将自己更衣饰柜子上的名字取了下来 就在他收拾东西的时候 淳子忽然走了进来 淳子笑着让他看看黑板上的名单 明天就是跟花田高中的军赛 淳子跟尤佳将会打双重晴空霹雳 没有惠美的二传之缘肯定打不出绝妙的配合来 淳子吐槽我现在可离不开你 第二天排球新秀赛决赛开打 在淳子惠美跟尤佳的配合下 白富士队开局就占了上风 只见花田队二传后 南乡小熊跳起就是一个扣球 但却被淳子救起 随即惠美传球 淳子和尤佳立刻把握机会 使出了双重晴空霹雳 今天惠美的二传恰到好处 使淳子跟尤佳完全释放了自己的才能 他们轻松拿下了第一局 看台上养子夸赞惠美的二传真不错 这样下去夺冠大有希望 但第二局开始后 花田队就忽然改变了战术 他让队员集中攻击花子跟小川府 这正是花田队教练发现的弱点 花田队先是猛攻后排防线 而后等到淳子尤佳坐镇后防线时 花田队又调整成快攻和大力扣杀的方法 这种专攻弱点的打法简直无解 最终花田队胜利了 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冠军确实当之无愧 白富士队输得不冤 经过这次的失利 排球队必须要引进新人了 但高一新生入学在四月份 他们只能在校内物色人 这时候一个刺头映入了眼帘